第1121集 雄狮王国的王都,雄狮城 一栋栋四四方方整齐的洋房之中 零星地夹杂着几栋倒塌的房屋 街上还残留着大火烧焦的痕迹 虽然军团和练鹰王国并没有打到这里 但仍然从那一处处还未处理的废墟中 看见战争留下的疮痕 从河堤北门通往王宫的主干道两侧 人头攒动,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 无论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小孩 无论是农民手艺人还是卖水果的小贩 此刻都踮起了脚伸长了脖子 朝着城门的方向张望 短短几天的时间 日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好了起来 呼啸的轰炸机不见了 刺耳的防空警报也远离了城中居民们的生活 人们再也不必从睡梦中被空袭的警报声惊醒 再也不必和家人们躲在床底下瑟瑟发抖 祈祷遇难的名单上没有自己 这当然不是因为敌人的良心发现 而是联盟来了 听闻从前线撤到后方休整的风暴兵团将从这里经过 不少人一大清早就赶了过来 只为一睹那些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有军的风采 王国的精锐圣甲虫万人队 在温特亲王的带领下率先进入了城中 紧随其后入城的便是来自联盟的援军 没有辜负雄师城居民们的期待 只见一对英姿萨爽的士兵踏着整齐的步伐迎面走来 他们的背上背着步枪 身上穿着整齐化衣的外骨骼 正亮的合金胸甲上印着联盟的旗帜 以及风暴兵团的徽章 有此话特别暗示过 这场检阅的仪式将被收录进游戏C机 如果不想被正片删减掉 请诸位玩家至少穿得像个人 虽然楚光只要求了着装正常得体 但当得知自己的兵团将登上游戏C机之后 泉水指挥官瞬间像打了鸡血似的 朝着自己的小伙伴们喊话道 兄弟们 这可是在论坛上装插的好机会 都给我打起120分的精神 步枪扛肩上 胸膛听起来 正步踢起来 脖子又拧 为了联盟 而玩家们的回应也相当的给力 一个二个真就拿出了150分的精神 爆发出了惊人的气势 大多数玩家其实只是想装个逼 或者行为艺术一下 而泉水指挥官却在下一盘大棋 他已经把这个在官方游戏C机上秀一波的机会 当成了免费的征兵广告 想成为联盟之盾吗 想向管理者大人献上忠诚吗 想将秩序的光芒撒电这个废土吗 那就加入风暴兵团吧 他们会像风暴一样扫平所有混乱 对野蛮降下正义的审判 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凯旋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他连广告词都想好了 就在泉水指挥官心中遐想的时候 道路两侧的雄尸城居民们 视线已经牢牢地聚集在了这些玩家们身上 人们挥舞着手臂欢呼 或小声地焦头接耳 抑或者投去羡慕的眼神 哇 那就是联盟的军队吗 听说是叫风暴兵团 怎么才这么点 这是一支千人对吧 少 你在开玩笑吗 还有什么叫一支千人盾 那一千个小伙子可都是决心者 一千个决心者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喝多了 这可不是我吹的 我隔壁那个铁架家里 俩儿子都在前线服役 听他说 那些人的战斗力可不得了 一千人吹着一万个人跑 吃着胳膊的男人和几个街坊吹着牛 说着不知从哪儿听来的关于联盟的奇闻 听说这风暴兵团还不是联盟最强 当初有个叫脚谷的掠夺者部落 将近三万余不重 被一群不到五百的空降兵揍得鼻青脸肿 感兴趣的不只是街坊和小贩 一些妙龄少女同样朝着那支队伍投去了憧憬的目光 无论是那精良的装备 还是那高王的士气 亦或者英俊帅气的脸 都给围观的雄尸城居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连王国最精锐的部队 由温特亲王率领的圣甲虫万人队 都被这支仅仅千人的部队比了下去 捧着花篮的少女将花瓣抛向空中 沐浴着众人的欢呼与喝彩声 都在人群中的泉水指挥官 脸上不自觉地挂起了一丝笑容 有那么一瞬间 他总算是体会到了管理者的乐趣了 我怎么感觉 打了个酱油就成英雄了 走在泉水老兄的旁边 我醉黑摸着后脑勺 脸上挂着一头污水的表情 泉水甩了他一个白眼 什么打酱油 咱也是打了两场的好吗 十拳超人无奈道 话是这么说 不过没有核爆 总感觉少了点傻 坟头猪鬼深意为然地点头 而且战地老也不在 看不见这家伙装插了 断腿凯文也说道 嘉一 泉水指挥官一阵无语 这帮人可真难自豪 三日前 就在骷髅兵团彻底拿下 失落谷附近的机场的时候 联盟与雄狮王国组成的联合军也吹响了反攻的号角 猎鹰王国第一万人队在伊德尔斯山附近布下防线 试图阻击雄狮王国的圣甲虫万人队向西方向突破 为了支援友军快速收复失地 为下一个阶段的战役保存有生力量 风暴兵团在陆军指挥部的命令下 空降部署在了敌方防线后方30公里 并且在钢铁支星号的掩护下向第一万人队后方 炮兵阵地发动了突袭 当时驻扎在炮兵阵地附近的 是后撤休整的猎鹰第二万人队 双方一经遭遇 立刻在麦田上爆发了激烈的交火 在泉水老哥的指挥下 风暴兵团在10公里宽的战线上化整为零 以十人小队为基本作战单位向敌方阵线渗透 三队一组穿插分割包围 愣是靠着一千人打出了一万人的气势 将第二万人队打得丢盔弃甲 不到24小时便溃不成军 这一仗可以说是胜得酣畅淋漓 彻底打出了联盟的风采 当然了 战线推进之所以如此顺利 除了泉水老兄出色的战术指挥之外 也离不开管理者的战略判断 在丧失了核轰炸能力以及装甲集群 并且北方补给线被截断的情况下 以格里芬的狡猾 后撤是大概率事件 可以预料到的是 在九号绿洲 联盟和雄狮王国的联军 不会遭到太过强烈的抵抗 他们遭遇的都是没有增援的断后部队 拿下了猎鹰王国第一万人队后方的兵阵地之后 风暴兵团立刻将那些敌军没来得及炸毁的火炮利用了起来 用敌人的火炮为友军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面对同时来自前方和后方的压力 头顶上还压着一艘钢铁之星号 猎鹰王国最精锐的第一万人队 很快被城建制地歼灭 72个小时一路向西平推 联盟的战线已经推到了九号绿洲的最西边 除去灵性的抵抗之外 雄狮王国已经基本收复了全部丢失的领土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联盟的帮助 作为整场庆祝仪式的主角 楚光的登场自然是最拉风的 威鹅的钢铁之星号直接开到了雄狮城的上空 升降梯从空中降下 稳稳地落在了铺满楼梯的红地毯尽头 促看着全场的鲜花与掌声 还有行进至王宫门口的风暴兵团 楚光的嘴角不禁牵起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雄狮王国的军民们只看见了眼前的胜利 而他却已经看见了联盟未来风营的粮仓 那些觉醒者不是超能吃吗 十一万平方公里的绿洲够不够 这片由河堤灌溉的黑土地 可比陵湖北部那几万亩田要肥沃多了 只要引入联盟先进的种子机器种植经验 以及化肥和农药 这儿的粮食总产值翻个一倍不是问题 有了更多更便宜的粮食 才能吸纳更多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 以及招募更多的玩家 不知道这次B6层能给他带来什么惊喜 不过封测玩家的数量总归能涨一涨了 小七 记得挑个好点的角度 把我拍帅点 动力装甲的头盔内 显现出一行淡蓝色的悬浮窗 有点难办呢 主人无论是哪个角度都超帅气 楚光畅快地笑了笑 开起食指在头盔上点了一下 解除了头盔的面罩 在升降梯停稳之后 他带着身后的旅北 以及一众身着外骨骼的轻卫 朝着升降梯外走去 飞艇的阴影笼罩在王宫的上空 遮住了那灼热的阳光 雄狮王国的国王爱德华雄狮 与一众大臣们正站在王宫的台阶上 静候着这位来自河谷行省的霸主的到来 站在国王的旁边 一名模样瘦高的大臣 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凑近了国王耳边 窃声说道 臣以为 此人将飞艇开到王宫上方 属实是对您的不敬 如今又穿着动力装甲踏上您的宫殿 联盟对于结盟一事 恐怕并无诚意 眉目低垂的老国王 微微睁了下眼 用带着一丝警告意味的眼神 瞥了旁边那个大臣一眼 闭嘴 一丝寒意爬过了背脊 那大臣立刻把嘴闭上 不再敢说话 老国王的脸上 重新恢复了那幅慈眉善目的表情 看向了带着卫队朝自己走来的那个管理者 用红亮且带着一丝笑意的声音开口说 欢迎来到雄师城 联盟的管理者 天水以南的霸主 没想到您亲自来到这里 他当然知道这是联盟在炫耀自己的武力 不过就算知道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少这些人看起来不坏 他们来到九号绿洲之后 既没有像军团那样干些欺男霸女的事 也无心插手王国的宫廷和内政 这已经算是天大的喜事了 客气了 楚光微微笑了笑 伸出了右手 我们为正义和秩序而来 为了讨伐我们共同的敌人 至于别的 那都是顺带的 年迈的国王伸出了右手 和眼前这位管理者轻轻握了握 在那高大威猛的形象面前 他就像个普通的老头 金色的王冠和华贵的披风 并没有给他增添多少威武 看着那张年轻英俊的脸 爱德华的眼中不禁带上了一丝羡慕 如果他再年轻个三十岁就好了 如果他正值壮年 还能骑上战马 还能带兵打仗 雄狮王国的武备也不至于衰落至此 希望他那些外出历练的孩子们 能给他带回来一些惊喜吧 银色的球形无人机飞到旁边 记录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从握手的那一刻开始 雄狮王国将让出一部分主权 换取来自联盟的支持 而从这一刻开始 联盟的势力范围也终于扩张到了河谷行省之外 将这片由战前文明遗迹灌溉的沃土 纳入了势力范围的版图 这不是客气 是发自内心的感性 爱德华的表情庄重 看着楚光娓娓道来 如果不是你们 这座城市恐怕已经化为尘埃了 雄狮的子民不会投降 比起做军团的奴隶 我们宁可死在先祖留下的徒弟上 同样被邀请至这儿的副国军元帅亚德 表情则显得有些不自然 不懈地撇了撇嘴 他可不认为雄狮比他们密欢更有勇气 他们才是直面来自西方威胁的孤勇者 如果雄狮王国真的如这老头所说的那样威武不屈 那早在密欢王国遭到猎鹰王国入侵的时候 这些人就应该已经杀到三号绿洲 与他们并肩作战 至于这番假惺惺的说辞 不过是为了所谓的体面罢了 不过他的情商还不至于低到在这种场合跳出来拆台 此刻他的注意力完全被联盟的管理者吸引了 那湛蓝色的动力装甲 还有那背在背后的长柄战锤 毫无疑问就是传说中的那个人 然而与传说不同的是 他既不是六十岁的老人 也没有长满下巴的落腮糊 反倒是个挺英俊的年轻人 并没有去留意人群中某一双差异的视线 楚光微笑着晃了晃老国王的手 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我在剑桥上已经见证了你们的英勇 而我们也兑现了我们的诺言 言下之意 现在该您了 当然 我们也会信守承诺 艾德华的脸上带着笑容 心中却是悠悠叹息了一声 雄狮王国曾是这片沙漠的霸主 无论是猎鹰还是蜜欢 亦或者南北方的金锡和驼峰 都曾是他们的朝贡国 如今却要屈居人下 若说没有一点不甘 那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便如此 他也没有赖账的底气 以联盟在战场上展现出的统治力 即使是国力全胜时期 他们也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击败联盟的底气 想到这儿 艾德华不禁在心中安慰自己 其实当联盟的附庸也未必是什么坏事 由于成功守住了丰饶之都 他的亲弟弟温特亲王 无论是在贵族还是民间的威望 都达到了顶峰 尤其是这家伙还不老实地 要搞什么情报组织 来个联盟牵制一下他也好 除了牵制国内的势力之外 王氏还能获得联盟乃至东海岸的工业援助 以及联盟管理者亲口许诺的安全承诺 表面上看自己牺牲了一部分权利 但其实得到了更多 庆祝联盟援军抵达的仪式 在欢快热闹的氛围中持续到了最后 虽然雄师王公没有能够容纳一千名士兵 共同用餐的宴会厅 但宫廷的财务大臣 给每一名士兵都发了两千两百枚金士币的犒赏 这笔金额足足是圣甲城万人队士兵的五倍 即使是雄师王国的物价因为战争飙涨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联盟的士兵可以拿着这些钱去集市和酒馆里消费 不过在解散之前 泉水指挥官再三强调 一定要做一个讲文明有素质的人 不许和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不许打架闹事 更不许把装备带出军营 他们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 更何况他们代表的不只是自己 还代表着联盟包括玩家和NPC在内的所有人 看着手中的钱袋 换上了变装的玩家忍不住感慨 唉 老子还以为能体验一回驻寒米军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落霞行省的NPC 与河谷行省的NPC风格截然不同 前者的眼窝较深 鼻梁纤细 颇有一国风情的感觉 而河谷行省则是比较常见的南方面口 因为空气潮湿且气候偏冷 肤色相对较浅 虽然雄狮王国缺少了一点点艺术细菌 但并不妨碍它 拥有一双善于欣赏以及发泄美的眼睛 当然 说这些都太肤浅了 主要是他想学人连语 一眼就看穿了他那点心思 带队的队长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能不能有点出血 站在旁边的另一名玩家也附和道 就是 咱是联盟不是联邦 走 扶老奶奶过马路去 那玩家做出一副摆烂的表情 抱歉 爷就是个没出息的人 真是对不起 滚蛋 我不认识你 好嘞 谢了队长 我滚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说完 那玩家便黑黑一笑 拎着钱袋不知去了哪里 嘿 这家伙 这家伙背影消失在人群 队长摇了摇头 拍了拍旁边好兄弟的肩膀 不管他 走 咱喝酒去 听到这句话 前一秒还喊着 要扶老奶奶过马路的玩家 脸上忽然露出了腼腆的表情 队长 我突然觉得 不能放着这家伙不管 万一被嘎了腰子咋整了 我去劝劝他 滚 听到这声滚 那玩家眼睛一亮 好嘞 说完 这人也闪了 只留下队长一个人 在风中凌乱 唉 这队伍 真是越来越难带了 就在玩家们自由探索新地图的时候 接风洗尘的宴会 正在王宫的宫廷里举行 谢绝了伺候自己更衣的宫女 楚光自己动手 穿上了蓝外套 拉上拉链 一步前往了王宫的宴会大厅 王国的众臣和贵族们 已经在宴会厅中等了好一会儿 包括那位爱德华国王 也都在等待着他的到来 直到楚光 踏入宴会厅 宫廷乐团才奏响了悠扬的交响乐 由司仪正式宣布了宴会的开始 除了楚光之外 一同出席宴会的 还有他的亲卫队 飞艇上的部分军官 以及包括泉水在内的 几名来自风暴兵团的高贡献点玩家 经过之前的几场战斗 他们的贡献点 已经达到了见习骑士的等级 而那看得见的数字 和一眉眉闪耀的战斗勋章 无疑都是对忠诚的最好证明 虽然同样是战场的功臣 但温特亲王一系的军官 风头完全被联盟的军官掩盖了下去 瞧着那个头戴王冠 为联盟的勇士颁发荣誉的老头 坐在宴会厅角落的伯爵 忍不住哼哼了一声 到底谁才是王国的主人 风暴兵团的军官就算了 连管理者的亲卫队 都被授予了金师勋章 而且还排在了温特亲王的前面 这些人上战场了吗 就算是为了讨好友邦 这也未免太过头了 坐在他旁边的同僚 淡淡地笑了笑 轻声细语地说 当然是我们的国王陛下 不过谁是他的主人就不一定了 那伯爵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但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和他碰了下杯 浅浅抿了一口杯子里的红酒 原先可没人敢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但此刻王室的权威已经衰落到了极点 而贵族们的敬畏之心也是一样 已经没有人在乎那位老国王怎么想 所有人都在想着 如何去讨好那位新的帝皇 联盟这个词 理解起来太复杂了 在王国中成长的他们 也想象不到 全体幸存者的命运 共同体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对于远大的蓝图更没有任何兴趣 王国之上便是帝国 他们也只能 或者说只愿意理解到这一层了 你有什么打算 那同僚凑近他的耳边 轻声细语道 我打算开一家酒厂 联盟打算投资王国的农田和基建 粮食的价格肯定会下来 但酒就不一定了 我看那些人的酒量可不小 伯爵的眼睛一亮 我的庄园正好有两万亩田 那人面带笑容地说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可以合作 远离权力核心的小贵族们 更关心的是兜里的钱袋 而那些有着自己派系 以及政治报复的权臣们 则更关心手中的权力 和王国的前途 通常情况下 两者会产生冲突 但在关于宗主国的问题上 两者却并不矛盾 只有从宗主那儿 弄到更多的利益 他们手中的权力 才不会缩水太多 同样是宴会厅的角落 属于温特亲王派系的 贵族和将军们 在宴会厅的角落围成了一圈 一名济士官压低了声音 趁着无人注意 和旁边的贵族军官们 窃窃私语 听说联盟的皇帝 还没有那妃子呢 你确定 一名千夫长惊讶地 睁大眼睛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这确实很难以置信 一般而言 就算皇帝没兴趣 他下面的大臣们 也会不断地上书建言 毕竟没有继承人 可是个大问题 尤其是没有继承人 还到处乱跑 更让人难以置信了 那纪使官压低了声音 继续说 千真万确 那可是卡里曼王子 传来的消息 而且 我听说密欢王国 打算改变祖宗之法 正在图谋与联盟联姻 瞥了一眼宴会席上 独自饮酒的亚德 一名将军低声骂了一句 狡猾的诱术 我们在前线流血流汗 这帮连一周都抵抗不了的家伙 却在耍这些花招 不能让他们 窃取了胜利的果实 没错 可不能让他们领先了 一名千夫长握紧了拳头 我得向亲王提议 无论如何 也得说服国王陛下 对于宴会厅内 众人议论的事情 楚光并没有过多的留意 如何开发雄狮王国的市场 如何从贸易中 赚取更多的利润 如何让一亩地 种出更多的土豆和玉米 这些细致末节的问题 自然会有生活职业玩家们 去操心 身为联盟的管理者 为联盟的居民们 巩固胜利的果实 才是他此刻应该做的事情 宴会进行了半个小时 该走的流程走完之后 楚光只是浅尝了 几口席间的美食 便提醒了国王缔约的事宜 虽然有些奇怪 联盟的管理者 为何会如此着急 但爱德华国王 还是心领神会地 将他和联盟的几名代表 请到了一旁的会议室 具体的协议在联盟出兵之前 就已经起草好了 包括自由贸易 军事通行权 共同防御条约 打击掠夺者法案 移民条约 引渡条约 战前文明遗迹调查权等等 基本上不涉及领土和主权 能签的协议都在这儿了 简单地扫了一眼 确认协议的内容 和之前商讨过的一致 楚光便从吕北的手中 接过钢笔 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并戳上了联盟的印章 根据这些协议 联盟的行商 持有联盟颁发的凭证 可以自由出入雄狮王国所有城市 并畅通无阻地进入当地市场 持有以及经营固定 或者非固定资产 除此之外 为了保障联盟居民 以及商旅的安全 也为了雄狮王国的安全 联盟将在九号绿洲 修建最多不超过 五座军事基地 屯住哨所 以及最多不超过 七座大型军用通讯设施 对于一个 十一万平方公里的王国而言 这些设施已经足够了 再多的话 联盟也云不出那么多人手 而作为这些条约的交换 楚光同时也做出了承诺 联盟不会干涉雄狮王国的内政 与此同时 联盟将在战后 向雄狮王国提供一笔 五亿银币的援助贷款 用于战后重建 以及扩建农业设施 这样一来 就可以扩大联盟工业区的订单 二来生产的粮食 最终还是卖给联盟 对于双方而言 这当然是共赢 放下了手中的钢笔 爱德华国王看了一眼 属于自己的那份协议 接着又看向了楚光 请问您接下来 有什么安排吗 将手中的钢笔 还给了站在一旁的吕北 楚光看了一下时间 放下翘在膝盖上的腿 我打算回趟曙光城 爱德华微微愣了一下 您不打算多待几天吗 我为您准备了休息的行宫 不必了 我这边还有一件 更要紧的事情要处理 看着面露为难之色的老国王 楚光忽然明白了什么 随即笑着说 不必担心 我会把风暴兵团 和地精兵团留在这儿 骷髅兵团的装甲部队 也正在抵达这里 他们都是联盟的精锐 他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等钢铁之星号完成补给 他会立刻返回前线支援 虽然军团已经撤出九号绿洲 但并没有丧失进攻能力 老国王担心的无非一件事情 那就是军团趁着钢铁之星号离开 又调转枪口杀回来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但设身处地地想想 一个在地下防空洞里 睡了两个多月的老头 又能高瞻远瞩到哪儿去呢 楚光并不意外他此刻的想法 果然 在听到这句许诺之后 爱德华总算是松了口气 放松的肩膀缓缓靠在了椅子上 他的脸上露出了身心轻松的笑容 真是太感谢您了 为我们考虑了这么多 楚光微微笑着 起身伸出了右手 不客气 祝我们的友谊 如牢不可破的联盟一样靠谱 刚刚放松下来的老国王 联盟迎合地站起身来 握住管理者伸来的手 晃了晃 您说的是 官网论坛 洛宇还在那抱怨着 三天 复活CD三天没动了 你们知道这三天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边缘滑水回复道 Bug还没修复 夜时发了个滑稽的表情 吃惊 洛宇回复 裂开 方长这时候安慰他 淡定 你这也就三天 当初拉基军 一处避难所就调窃 连着错过了好几个版本 还不是熬过来了 好几个版本 我靠不会吧 狂风这时候补充 那不叫Bug吧 也是 毕竟真是 鸦鸦也说道 说起来都已经九月了 又快到冬天了 腾腾回复道 嗯 是的呢 这几天上线 明显能感觉到天没那么热了 甚至还有一丝丝秋风的凉意 捡垃圾九十九级也冒了出来 啊 瑟瑟发抖 老白发了个呲牙的表情 垃圾熊 要不趁着还能动 考虑南签一下 啊 我考虑考虑 王公的宴会还没落下帷幕 楚光已经返回了钢铁执行号上 吩咐船员们准备返航 飞艇上的舰载机 由地精兵团的飞行员驾驶 全部降落在了王都北边的临时跑道 他们将负责保护王都的领空 同时支援九号绿洲西北侧的陆军 虽然地精兵团的兵团长 被他扔去了南边执行任务 现在应该已经回了清泉市 不过有没有那家伙都一样 并不影响 和其他兵团不同 地精兵团的兵团长 只负责打钱 并不想费那力气指挥 而且有时候死得太快 也没机会指挥 兵团的宗旨是 想开飞机的去开飞机 想打炮的去打炮 射击诸援自己算 空袭炮击坐标问友军 丢人了自己退 用文字的话说就是 这叫战略上化整为零 看似每场战役都在打酱油 实则每个玩家的潜力发挥到最大 与管理者大人推出兵团系统的用意 不谋而合 且不管地精兵团的宗旨是什么 能把飞机降落在飞艇甲板上的飞行员 驾驶技术自然是无可指摘 配合地面部队的防空炮和无线电引导 保护雄狮城的安全问题不大 第1125集 对于楚光的离开 爱德华国王自然是万分不舍 不过相比之下 更不舍的还是宫廷中的群臣 不少王公贵族在宴会上 听闻联盟的管理者尚未婚配 心思顿时火热了起来 四处寻觅关系 削尖了脑袋 想把族中的女眷塞进行宫 不管是暖床还是端茶倒水 以至于宴会还没结束 爱德华国王自己都不知道 他为楚光准备的行宫里面 伺候起居的仆人已经整个换了一圈 甚至就连打扫书架的仆人 都被换成了某某公爵家的小女儿 那弱不禁风的样子 真让人担心能不能浮得稳梯子 而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仅仅只是因为一条不知真假的传闻 联盟的管理者喜欢看书 而且收藏了很多 然而 事情的发展却是出乎了 除了老国王之外所有人的意料 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 联盟的管理者压根就没去 爱德华国王为他准备的行宫 甚至连一晚上都没在这多待 宴会还没结束就回了飞艇上 只留下一群自作多情的贵族老爷们 在风中凌乱 钢铁之心耗赏 见桥内 看着泉水指挥官 楚光向他交代了接下来的安排 我们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是战争远未结束 如今战线已经推到了九号绿洲的最西侧 最远的一座碉堡 距离曙光城甚至有一千五百公里远 无论是防守还是以后的进攻 对我们的后勤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这场战争不能光靠我们 我交给你两个任务 一是巩固现有的防线 保证雄狮王国的求收能够顺利进行 这不但关系到九号绿洲居民的粮食供应 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粮食储备 另一个则是训练我们有军的军队 用我们的装备和军事理念武装他们 这件工作我会安排第一兵团的军官配合你 玩家和NPC之间存在语言障碍 虽然像泉水这些老玩家日常交流是没什么问题 但训练的效率肯定还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时候就需要加上NPC的配合了 在长期的战争中 联盟已经演化出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指挥体系 一套应用于玩家 另一套则应用于NPC 泉水指挥官忠诚地将右拳添在胸口 目光炯炯地说道 保证完成任务 楚光暂许地点了下头 停顿了片刻 继续说 哼 记得多提拔一些没有贵族背景的年轻军官 多给他们一些立功的机会 根据他的观察 雄狮王国的权力阶层主要有两个派系 一个是效忠皇室的爱德华派系 把持着宫廷和文官系统 指导思想是沙海之灵的教会和祖宗之法不可变 另一个则是温特亲王的派系 主要在军队 由一些手握兵权的将军组成 主张内政上守旧 军事上革新 前者试图引入联盟 制衡后者的同时驱赶外敌 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而核心目标则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而后者则是希望引进联盟的军事技术 壮大自身实力的同时压制前者 建立一个君主立宪贵族共治的王国 双方虽然在部分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在团结贵族的立场上却是一致的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雄狮王国国内平民出生的基层军官 几乎没有上升的空间 因为从始至终 他们就是不被团结的对象 楚光要做的 就是将原本属于国王和贵族们的蛋糕 切一块分给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他们能接受新的思想 不满于现状 并且有志做出改变 在军队和宫廷上都孤立无援的他们 只能向联盟靠拢 而这也是他们施展政治报复的唯一途径 这些青年军官对联盟的忠诚 会远远超过对国王和贵族的忠诚 这种思想上的纽带 比血脉维系的统治更加牢固 任何存于凡事的国度 终归都是由平凡的人组成 向留守的军官们交代完下一个阶段的工作 楚光立刻下达了启航的命令 锚链和升降梯缓缓收起 威额的钢铁支信号调转了方向 螺旋桨的输出功率提升至最大 每小时百公里的满航速 从九号绿洲东部的雄狮城 到联盟的曙光城近千公里的航程 只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当天边的朝阳升起 城市群的轮廓 与远处的一抹腐败 一同印在了剑桥的落地窗上 看着那个坐落在清泉市边缘 正在逐渐壮大的幸存者聚聚地 楚光的嘴角 不禁翘起了一丝老父亲般的笑容 北边的商业街 又多了几十栋新盖的屋子 从贸易站的北边 到货运火车的站台 原本是一片荒地 如今多了一片五颜六色的棚子 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一条北街 第二座规划之外的集市 已经在人们的自发行为下形成 随着货物的吞吐量 与贸易额的增加 南来北往的行商 不再满足于和联盟的贸易站 做买卖 互相之间也在互通有无 不只是商业上的繁荣 联盟在基建领域取得的成果 同样可以用奇迹这个词来形容 原先接连着南北两座幸存者聚居地的 只是一条铁路 如今不但通了公路 而且还架起了一座座高压电塔 仅一座可控聚变反应堆产生的能源 便足以供应整个联盟的消耗 而这些改变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便是 冶金等能源需求旺盛的行业快速兴起 大量的工厂与作坊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片土地上 三十多辆刚刚从黎明城新工业区运来的坦克 正在货运火车站的站台上等待装卸 后面还有一辆辆卡车 在后半截车厢上排着队 他们之中一部分将被送往前线 编入后勤部队 另一部分将被送往贸易站 供买家们挑选 当然 最让楚光心持神网的美景 还是陵湖北岸的那片农田 曾经开拓者号的履带留下的折痕 已经被金黄的稻碎覆盖 杂草丛生的荒土 已经被驱赶到了森林的边缘 而这一切 仅仅只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第一千一把二十六集 小七 怎么了主人 干尽十足的声音像一串轻快悦耳的风铃 飘到了楚光的耳边 不过 这次他并没有什么命令或者指示要下打 大家手上的工作都完成得很好 只是触景生情 一时间感慨找不到与何人分享 没什么 只是感觉时间这东西 有时候过得好快啊 眨眼就是一年 有时候又觉得好慢 感觉一年中发生了好多事情 楚光 楚光并不指望小七能理解这句话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小七居然学着他的口吻叹了口气 也老气横秋地感慨了一句 哦 是的呢 和主人在一起的日子总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好快 不在一起的时候每一秒钟都像是一年 听到这句话 楚光瞟了一眼坐在他肩膀上晃着脚丫的小家伙 自从得到了这件新玩具 这家伙都快住他身上了 我也没把你扔下很久吧 嗯 小七一脸确信地竖起了大拇指 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就像灯泡 主人最棒了 轻轻咳嗽了一声 楚光转过身去 离开了落地窗的旁边 该下船了 好嘞 伸手抓住了飘来的无人机 小七乖乖地从楚光的肩膀上跳了下来 一个晃友钻进了他的兜里 楚光特意叮嘱过他 在友人的时候 尽量不要表现得太过显眼 关于自己的那些谣言和传闻 已经有够离谱了 他可不想再被吃瓜群众们 误会自己有什么奇怪的癖好 为了避免打扰居民们的生活 楚光下令让船员们直接把飞艇开进了清泉式的地界 悬停在了灵湖湿地公园的上空 在聚壁上 一双双眼睛紧张地注视下 楚光搭乘升降梯 降落在了避难所地表的基地 他的前脚还没走出电梯 眼见的蚊子便发现了他 立刻跑上来黑黑笑着警公道 尊敬的管理者大人 叛徒落鱼已经缉拿归案 为了防止他暴走 我们把他关押在了泥口旁边的小黑屋 只是可惜 这家伙好像不太合您做起的胃口 楚光的眉头挑了挑 却也没责怪这家伙 目前已知线索可以判断 落雨的遗体 应该是被七号绿洲的变种年军给夺射了 在不确定该一场个体是否安全的情况下 让妮可看着他确实是最佳选择 死亡之爪身上散发的强大生命气息 本身也是一种威慑 哼 我知道了 忙你的去吧 好嘞 通过VM确认了任务完成 文子一溜烟地跑没影了 敏捷戏确实不是一般的快啊 没有去管这个家伙 楚光静止来到了妮可的小窝旁边 而让他意外的是 落雨大兄弟并没有被妮可的气势给压制 反而是后者的脸上露出了忌惮的表情 眼神危险地盯着旁边的牢房 资质的牙缝中露出危险的低吼 站在牢房中的落雨则是一脸木讷的表情 看起来人畜无害 毕竟那不太聪明的样子 就算有害也很难想象能坏到哪儿去 不过 野兽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与人类毕竟不同 也许妮可从她身上闻到了什么不好的气味 楚光拍了拍妮可的脑袋 后者发出乌噜的声音蹭了蹭她的胳膊 那一脸委屈的表情 像是在请求她把那家伙挪远一点 又像是在埋怨把自己扔下这么久 音方和贺亚正站在一旁小黑屋的铁栅栏前 像审视一件产品一样 端详着站在里面的落语 奇怪了 人该有的东西她都有 不该有的她也有 但为什么就是感觉不到自主意识 音方的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 站在一旁的贺亚抱着双臂 那表情像是陷入了沉思 确实很奇怪 联军擬太形成的细胞 似乎成为了她的一部分 不知道是通过改变受体的方式还是什么 竟然骗过了免疫系统 没有引起任何排异反应 甚至工作的效率比正常体细胞还要高 音方看向她问道 我不太了解变种年军 我只想知道这和八旗那家伙身上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贺亚想了想说 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一个是寄生 一个是共生 总之都是被年军取代 贺亚点了下头 但又摇了摇头 是 也不是 比如我举个例子 把胳膊换成仿生学一体的你 和接受改造手术之前的你 是同一个人吗 音方理所当然地回答道 那当然是 更换机械一体 只不过是换了个更高效的工具 又不是换了脑子 柯亚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嗯 她的情况也是一样 只不过更换的工具是有机体 她的遗传信息并没有被改变 哪怕全部体细胞都替换成年军 她仍然可以保留原有意识 至少理论上是 音方的脸上浮起错愕的表情 不过她倒是没有急着反驳 而是陷入了沉思 嗯 你说的有点道理 不过这仅仅是理论上 现有的理论并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这家伙为什么到现在仍旧是一副呆样 走到了两人旁边 楚光开口问 研究有结果了吗 赫亚摇了摇头 很遗憾 没有 虽然生命科学是我的研究方向 但我总感觉涉及到的问题 已经超出了我的学科范畴 顿了顿 她看着楚光继续说 不过 根据这几天的观察 我倒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楚光立刻问道 什么现象 赫亚接着开口说 七号绿洲遗址的变种年均 和清泉式的年均 在遗传信息结构上 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虽然我们用一个词汇称呼他们 但事实上 他们已经演化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 比如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清泉式的变种年均 通过包子传递信息 而这种七号年均的紫石体 我姑且这么称呼它 产生的包子 却不具备信息传递功能 紫石体与紫石体之间的交流 需要像人类一样 依靠声波 楚光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我的部下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那些年均紫石体 在听到母体的吼声之后 会明显变得更有攻击性 鹰方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睛一亮地说 会不会是因为沙漠中缺少水和有机质 所以无法大规模地释放包子 而山谷的环境又便于回声传递信息 我是这么想的 赫鸭点了下头 语气中带上了一丝兴奋 年均对环境的适应性极强 而这也反过来意味着 他们的演化极易受到环境影响 短短两百年的时间 就已经让他们的种群分化到了彼此无法相认的程度 无论如何 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鹰方若有所思地说 简单来说 两坨年均母体不会拼成一坨更大的 正确 赫鸭打了个响指 微笑着继续说 虽然细节上有些区别 但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不止如此 当这些变种年均的差异 达到一定程度时 种类斗争甚至会演变成种间竞争 双方不会再融洽地交换遗传信息 而是激烈地争夺生存空间 直到一方将另一方完全取代 不过这部分只是我的猜测 并没有足够的论据就是了 本集播放结束 别忘了订阅分享 再弹幕冒泡 下集更精彩 第1127集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为解决变种年均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如果核武器都不能将这些讨厌的家伙摧毁 或许他们可以主动引入良性的军种 让其与恶性的军种争夺生存空间 至于如何让良性的军种具备更强的总监竞争能力 那就是需要联盟的研究员们去思考的问题了 还有其他线索吗 赫亚惭愧地摇了摇头 没了 暂时就这些了 楚光点了下头 安慰了俩人一句 不必沮丧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 从洛宇被转移到清泉室 算下来也过去四天的时间了 整整四天都没有任何研究进展 他现在也只能姑且相信初代管理者的智慧了 顿了顿 楚光下令道 给他注射年军一支剂和麻药 转移到避难所第一层传送袋 赫亚连忙问道 他会被送去哪儿 避难所的样品库 大概 楚光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老实说 他也不知道避难所的下面藏着什么 上一任管理者啥都没和他交代过 甚至连他的脸都没见过 赫亚的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 却也没说什么 他理解楚光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毕竟把这家伙放在外面不管 始终是个隐患 我可以去一趟七号绿洲的遗址吗 赫亚用征求的语气说 我想搞清楚 那儿的年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光摇了摇头 在确认七号年军无害之前 我无法答应你的请求 更何况现在七号绿洲遗址 已经被占领那儿的人 在物理上封锁 我们没法冒着让落霞行省局势 产生变数的风险 去那里采集样品 停顿了片刻 楚光看着表情略微失望的赫亚 继续说道 我这么说并不是放弃那座遗迹不管了 只是需要等待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去做这件事情 我向你保证 注射了一支剂之后 洛宇两眼一翻 瞬间就躺地上了 甚至连麻醉剂都省了 这家伙体内绝大部分组织 都在核爆中被销毁 还能工作的组织 基本上都是由年军重塑的 而这也是楚光最感到意外的地方 人还是那个人 可为什么形态形成场的共鸣 就是形成不了 这太奇怪了 把躺尸的落雨扔到了传送带上 楚光目送着那敞开的舱门 缓缓关上 眼前很快浮现了三行淡蓝色的弹窗 紧急任务完成 任务奖励 404号避难所B6层解锁 额外奖励 基因序列加4000 看到这三行弹窗的一瞬间 楚光的脸上立刻闪现过一抹喜色 好家伙 摔了架飞机 竟然摔出来4000个封测资格 而且摔的还是别人家的 不过封测资格的事情不着急 按照一天20到50个放号速度 上次解锁的那批资格还没放完呢 站上了电梯 主光伸出十指点在触控瓶上 选中了与B4层间隔一个空位的B6层按钮 看着下降的楼层 激动与期待的心情在他心头不断地翻涌 跳过B5直接解锁的B6层 也不知初代管理者在这个楼层给他留下了怎样的惊喜 电梯很快到了 然而当电梯门开启的一瞬间 楚光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紧接着下意识看了一眼出共评 还以为来错了地方 和其他楼层刚开启时的一尘不染完全不同 B6层的状况 简直可以用一片狼藉这个词来形容 这的空气质量相当的糟糕 甚至夹杂着一股令人不安的气味 从印在墙上的楼层图来看 这与其他楼层不同 应该是一座研究设施 电梯正对着的不是楼层大厅 而是一座配备有风林 正压 除尘 灭军 等等一系列系统的缓冲车间 这里的所有配置就和避难所大门口的 那套缓冲室一样 能够防止年军和孢子 侵入避难所的内部 不过现在看来 这套系统却被部署在该楼层的入口 用于将整个楼层排除在避难所之外 楚光皱起了眉头 可疑的不是这儿的情况 而是这里为何会变成这样 众所周知 年军是无法脱离母巢或者母体独立存在的 而这也是年军止步于清泉室郊区的原因 超出了孢子的覆盖范围 年军的生存能力会骤然衰减 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微生物分解 因此理论上 年军不可能侵入一个完全隔绝的系统 除非这儿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母体或者巢穴 打开内循环系统 头盔的面罩关闭 动力装甲的内循环系统开始运转 以能耗上升为代价换取绝对安全的空气 楚光拔出了身后的锤子 穿过向两侧敞开的合金门 踏进了已经启动的缓冲区 缓冲区内部仍旧完好 设备仍然在工作中 然而面向B6层的那扇门背后 却如楚光预料中的那样 整个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 银色的合金墙壁上爬满了军斑 空气中夹杂着腐臭的霉味 墙上未修复的弹孔和划痕 依稀可见战斗过的痕迹 整个楼层的空气净化系统已经关闭 而且被关闭了很多年 然而即便如此 仍然没有完全杀死这里的年军 即使是在没有外部氧气输入的环境下 他们仍然幸存了下来 并且靠着仅有的那点有机制 维持着最低能耗的休眠 愣是活到了现在 缓冲区的门口 躺着几具尚未处理的尸体 他们的身上套着警卫的制服 以及损坏的武士清袭兵外骨骼 那一具具发霉的骸骨 除了触目惊心的军斑 甚至找不到一块肉 连骨头都被侵蚀得千疮百孔 能想象到那场战斗是何等的惨烈 楚光的侯杰动了动 紧了紧握在手中的战锤 就在缓冲式气压调节完毕的同一时间 他头顶的扬声器 忽然放出了一段不知何时录制的广播 那似乎是几人的争吵 B6层已经沦陷 实验体已经扩散到隔离室之外 样本正在失控 妈的 我们必须立刻撤离 等等 实验设备上的数据 还没被分到夫妻 至少让我来不及了 快走 第1128集 废土Online官网 Beta 0.4版本更新 更新内容 1.远洋贸易系统时装 前往落霞行省的商路已经打通 现在玩家可以在雄狮王国与NPC贸易 投资当地的农场或者其他产业 除此之外 更多可贸易区域已经解锁 请玩家在游戏中自行探索 2.西州市北部企业航空基地 新增云庭铺一机培训点 通过VM 缴纳50万银币 可自费学习 飞行器驾驶技能熟练度达到7以上 贡献点达到高级公民 可申请公费学习 3.钢铁之星号 作为联盟移动据点 可提供存档服务 但不保证会在玩家希望的位置下毛 4.404号避难所楼层 解锁至B6层 目前B5层仍在维修中 敬请期待 5.封测玩家账号上限 从8000提升至12000 6.修复少量bug 7.洛宇惊叹道 我靠 雷电法王杨教授回复道 你又怎么了 走了 风轻和鬼鬼都疑惑地回复 啥 复活倒计时 重新动了 谢谢光哥 许久未见的爷傲奈我和冒了出来 爷笑了 你们继续演 演得还挺像 爷就静静地看着你们装插啊 伊雷娜感慨道 哎 嫉妒果然是会让人挚臂分离 精灵王富贵也跟着说 嘉一 同一时间 404号避难所 一行全副武装的玩家 正站在避难所B6层的入口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整个B6层应该是一座实验室 而且是从事变种年军研究的生物学实验室 种种迹象表明 这的研究样本八成是来自废土纪元早期 甚至更久远的三年战争时期 从那段残缺不全的录音能很明显地听出来 那个逃跑的实验体应该不好惹 甚至于极度危险 否则也不会团灭了该楼层的所有守卫 逼着初代管理者对整个楼层 执行休克室治疗 脸探草丛的事 楚光当然是不会做的 尤其是明知道草丛里藏着地雷 更何况他明明有着一群不怕死的小玩家 干嘛非得自己去干那么危险的事情呢 就在β0.4版本正式更新的同一时间 被楚光选中来到这里的玩家们 胳膊上的VM不约而同多了一行任务弹窗 任务 收复404避难所B6层 说明 保存在404号避难所B6层的实验体失控 导致该楼层被年军感染 目标 一 搜索可能存在的母体或母巢 二 前往实验室 回收实验日志 三 前往机房 搜寻卫上传数据 VM屏幕中闪烁的淡蓝色的图标 确认着刚从管理者那接到的任务 夜时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哇 牛逼 没想到在后方还能接到这么大的活儿 落霞行省是风暴兵团和骷髅兵团的主场 燃烧兵团的人数较少 主场在城市 而不是开阔的平原 因此整场战争几乎都在打酱油 完全没有参与感 在官网论坛上 欧逼了这么久 可算是让他逮到装逼的机会了 跟在狂风后面的戒烟盯着VM屏幕 忽然突发奇想地说 你说失控的实验体会不会是落雨啊 面无表情的脸上挤出了一抹忍俊不禁的笑容 狂风摸了摸鼻梁说 有可能 除非这有台时间机器 能让它穿越回一百年 我去啊 这有时间机器啊 你能不能认真听人把话说完 看着爬满墙壁的军班 夜时忍不住 择了择舌头 妈呀 这玩意儿断水断电 断空气了这么久 竟然还他妈能动 狂风环视了周围一眼 沉思了片刻说 而且还瘫痪了该区域大部分的摄像头 以及85%的电子设备 这里的情况 搞不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复杂 管它复不复杂 干就完了 装备着欧帝杠时龙骑兵动力装甲的老白 咧嘴一笑 扬起食指锁定了头盔的面罩 将手中的突击步枪上膛 接着 他在通讯频道中大声说 任务已经更新在VM 我们的目标是收复沦陷的B6层区域 A小队跟我搜索敌方的水晶 注射抑制剂收容 B小队跟着夜时 前往样品库搜寻实验日志 C小队跟着狂风 前往机房 根据任务提示 带走储存的实验数据和资料的硬盘 任务完成之后 我们在缓冲车间门口集合 注意时刻保证信号畅通 管理者大人正在注视着我们 行动 一众玩家默契地分成了三支小队 谨慎地朝着前方搜索前进 作为全服战力靠前的精英小队 燃烧兵团在执行这种特种作战任务时自然是得心应手 没有人比他们更擅长室内近距离作战 与此同时 坐在B4层浏览室的楚光 正透过玩家们随身携带的摄像设备 跟着他的玩家们一同深入到了这座失控的生物实验室中 除了他之外 英方和赫亚也被请到了这里 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技术顾问 在必要的时刻 为玩家们提供专业领域的建议 不过从行动开始之后 赫亚的注意力便彻底被这座规模庞大设施完善的实验室给迷住了 那眼神何止是心动 甚至到了羡慕乃至于极度的程度 我不理解 你们的预算到底有多少 明明训练排在我们后面 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好东西 面对那酸溜溜的眼神 楚光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干脆当没看见了 废土纪元前的事情 问他有个锤子用啊 想知道问初代管理者去 盯着电脑屏幕 关注点在其他事情上的阴芳摸了摸下巴 给出了本次行动首个不成熟的建议 其实我更建议投送仿生人部队 这样即便出了问题 也不至于给那儿的有机体提供更多的有机制 楚光随口回了一句 我相信我的士兵 他们比仿生人好用多了 贺亚和音芳双双诧异地看了楚光一眼 尤其是在听到用这个词的时候 然而后者却是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的视频画面 就在刚才闲谈的那会儿功夫 由老白带领的A小队已经接敌 而且有意思的是 他们遭遇的年军子尸体 与清泉式的那群子尸体完全不同 一句句干瘦的人形子尸体 就像丧尸片中的行尸走肉一样 不过和那些丧尸不同 这些形似啃食者的子尸体 不会密集地出现 而是无声无息地躲在走廊角落 藏在翻倒的陈列柜后面 甚至还会躺地上装死 直到有人靠近 他才会被唤醒 然后冷不丁地发起攻击 愣是将这个欢乐像的RPG游戏 整成了恐怖游戏 玩家A小队和C小队的推进速度 明显慢了下来 倒是由夜时率领的B小队 靠着强大的感知力 一次又一次地预判了潜藏的危险 很快推进到了存放实验日志的区域 不过 虽然子尸体出其不意的攻击 一波接着一波 但是玩家们并没有出现战损 更无人受伤 那些干瘦的行尸 顶多是把玩家吓一跳 青骑兵外骨骼的防护性再怎么弱 也不至于被那炉柴棒一样瘦的胳膊敲碎 被几颗腐烂的牙咬穿 更不要说动力装甲 在战舰级的合金刚面前 潺弱的血肉就像纸糊的一样 老白甚至都没有开枪 直接拔出挂在装甲上的钉头锤 光光两下便将冲上来的行尸砸了个稀碎 在这种极限距离下的交战 贸然开火容易引发跳弹 条件反射的扣下扳机更是容易误伤队友 相比之下 反而是冷兵器更加趁手 估计是漫长的封闭鞋 导致这片区域的黏菌 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 发育更强大的子尸体 再加上没有狩猎需求 这些子尸体 完全是为了食府和节能而产生的 贺亚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从楚光那儿得到将B6层交给他使用的许诺之后 他的注意力总算是放在了楼层内的黏菌上 楚光思索了片刻 也开口说道 有机物质的匮乏 让这里的黏菌无法大量的分泌包子 我怎么感觉这和失落骨的七号黏菌一样一样呢 英方也点了下头 区别只在于匮乏的程度不同 失落骨那是荒漠 而这里相当于切断补给的空间站 楚光忽然看向了贺亚 等等 你之前说 不同演化环境下诞生的年军 互相无法兼容 也不会交换彼此的遗传信息 但如果是同样诞生在资源匮乏环境下的年军呢 换句话说 演化环境类似的年军之间 是否能够彼此兼容 她知道自己描述的这个问题有些拗口 毕竟她不是专业的生物学家 措辞上会比较外行 而这个刚冒出来的念头 在她的脑海中也很抽象 贺亚认真思索了一会儿 回答道 在你说的那种情况下 总监竞争和遗传信息交流 应该会同时进行 或者说直接点 就是吞噬 吞噬 嗯 贺亚点了点头 只是我的猜测 如果A和B 都是在物资匮乏环境下 演化出来的不同品种 那么A和B互相之间 总有一部分遗传物质 是对方恰好感兴趣 而这时候 那一部分遗传物质 会在其中一方 将另一方吞噬之后 主动或者被动地继承 年军的遗传信息 并非是一行简单的代码 更像是 一个由无数行代码组成的库 在培育子实体时 母巢或者母体 会从这个库中 挑选一段需要的遗传代码 制作自己需要的子实体 哪怕啃食者与暴君 连染色体的数量都不同 但诞生于同一母巢的它们 仍旧属于同一个集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个体 而更像 一个庞大的个体身上的器官 这就是我说的 风潮社会 想要彻底了解这种生物 就必须弄到它们的母体 采集用于合成子实体的原始基因库 那是一切子实体的根源 也是所有进化体的母版 就在赫亚像楚光科普着的时候 深入B6层的玩家们 终于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麻烦 凄厉的吼声忽然从走廊的尽头席卷而来 只见一台灰黑色的动力装甲 站在走廊的尽头 它的身形魁梧 丝毫不逊色于龙骑兵动力甲 甚至在体格上游有过之 从那褪色的涂装来看 应该是井用款 看到那台装甲的一瞬间 老白心中警罩骤起 手中钉头锤猛地支出 一道流星砸向那台动力装甲的面门 在力量属性与装甲引擎的双重加成下 就算是辆坦克挡在那儿 也得被砸出一个凹坑来 然而那台动力装甲却只是甩了下胳膊 便将那飞驰而来的锤子砸飞了出去 动作丝毫没有停顿 那台动力装甲双腿微微前驱 随后便如炮弹一般冲撞过来 老白扬起手中的步枪 扫空了一缩子弹夹 却没在那装甲上留下一丝凹痕 见七毫米的子弹破不了他的防 老白干脆扔掉了手中的步枪 拔出挂在腰上的热绒切割斧 然而那进化体仍是快了他一步 斧子还未举起 那进化体的肩甲便与他的胸甲 来了个亲密接触 噠的一声 两台铁疙瘩冲撞在一起 金属碰撞的声音在走廊中回荡 距离太过接近难以支援 后面的三个队友只能看着俩神仙打架 右手被进化体的左胳膊死死架住 险些摔倒的老白勉强稳住了身形 瞅准那头盔侧面的缝隙 左手拔出战斗刀反握 猛的一刀扎了过去 被胳膊带起的气流几乎已经吹进了那头盔 然而往下砸去的手臂 却被那进化体的另一只胳膊给架住了 明晃晃的刀刃与斧刃悬挂在那头盔上 却分毫前进不得 触目惊心的肉块在残破的盔甲下蠕动 尚未耗尽的核能 被年军转化成了最原始也最直接的力量 从那残破的盔甲缝隙中 老白隐隐看见了一道星红色的光芒 那是捕猎者的视线 杀戮和嗜血的本能背后 燃烧着的是比仇恨更令人胆寒的食欲 他饿极了 双臂被前肢的老白赶到了一丝吃力 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压的同时 心中也不禁暗暗惊讶 这家伙比腐朽骑士还难对付 胸中气血翻涌 老白怒吼一声开启了力量系的天赋 双手的力量瞬间暴涨一倍 辅刃与匕首的锋芒硬生生向下压了一寸 两边动力装甲的机械部件均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咯吱声 那台占据动力装甲的进化体竟被硬生生逼退了半步 从装甲的缝隙中露出急躁刺耳的尖吼 趁着他向后倒退空档 老白抱起一脚踹在他的膝盖 在那恐怖的力量加成下 那向外弯曲的膝盖愣是被踏得向后折叠 失去平衡的进化体身子一矮倒向了旁边 老白紧接一匕首戳进他的脑壳 用力猛地一脚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被捅破了脑子的那家伙却像没事一样 老白心中瞬间恍然 这家伙的神经中枢不在头部 甚至搞不好压根就没有那玩意儿 把距离拉开 通讯频道中忽然传来夜时的声音 老白心中一喜 趁着那进化体还未稳住身子 紧接着又是一脚蹬在了他的胸口 将他踹得向后一阵踉跌 腐朽而粗壮的合金胳膊扣住了一侧的墙壁 僵直的五指在墙上刮出令人牙酸的摩擦音 就在两台动力装甲拉开距离的一瞬间 趴在走廊尽头架起魁蛇高丝步枪的夜时 已经完成了瞄准 扣下了扳机 砰的一声 电弧的光芒一瞬间闪烁 破膛而出的质量弹瞬间被加速到4.5马赫 音爆的轰鸣回荡在整片走廊 攻击来自身后 目标是动力装甲最脆弱的区域 那净化体根本来不及反应 疏于保养的护甲耐久 本就捉襟见肘 面对电磁炮恐怖的穿甲能力 瞬间被射了个对穿 而就在那净化体被质量弹的动能 带得往前亮枪的同一时间 抓住机会的老白 猛地抡起热绒切割斧 一斧子砍了过去 一道炙热的红光闪烁 如岩浆般炙热的气流 瞬间割开了净化体左肩的装甲 从装甲的裂隙灌入 瞬间将里面的软组织烧成了焦炭 新红色的光芒终于退去 那净化体重重地跪倒在地上 不再动弹 收起步枪的叶石走上前来 瞅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净化体 折舍道 好家伙 年军还他们会开动力装甲 和腐朽其事不同 这动力装甲的核电池明显还在工作状态 只不过装甲内部的大部分电子元件已经损坏 他们连泰坦都能开 何况动力装甲 老白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看得漂亮 你们那边已经搞定了 叶石黑黑一笑说 搞定了 母体不在实验室 那空荡荡的啥也没有 我们在管理者的指示下 拿走了那里的实验日志 然后他又命令我们绕到这条走廊支援你们 话说你们呢 老白摇了摇头 唉 没找到 我们已经搜索了大半个区域了 连母体的影子都没看到 叶石愣了一下 难道是在狂风那儿 几乎就在话音落下的一瞬间 众玩家们的VM上闪过一行弹窗 看清弹窗中的文字 叶石的脸色顿时一变 卧槽 我这乌鸦嘴开光 老白倒是没有废话 伸手捡起地上的步枪和之前扔出去的那柄钉头锤 走 帮他去 B六层 生物实验室机房 只见一排排陈列在金属架上的机箱 已经完全被暗红色的年军吞没 占地数百平方的房间里 放眼望去全都是蠕动的军块 整个机房仿佛变成了年军组成的海洋 正门的台阶下方甚至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一座座半透明的淡状肉红色薄膜浮动在这片海洋上 就像蚕丝之城的检房躁动不安地鼓动着 他 似乎刚刚睡醒 正在为突然复苏的气候 以及眼前久违造访的猎物兴奋不已 看着眼前的景象 狂风和身后的一众队友们 脸上浮现一丝茫然的表情 咽了口唾沫 戒烟看向队里最聪明的那个家伙 这怎么回事啊 狂风神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机箱已经完全被年军形成的海洋淹没 一座座机箱被彻底粘住 别说找到藏在某个机箱里的硬盘 就连如何接近那一排排机箱都是个问题 踩着这些年军过去 总感觉会出大问题 狂风思索了片刻之后 冷静分析道 总之 我们得先清理掉这儿的年军 这恐怕不是一般的年军巢穴 搞不好 是个缩小的母巢 包括戒烟在内 站在狂风身后的三名玩家 小声交谈道 如果我没看错 任务要求我们回收这家伙 回收 这怎么都变成游泳池了 不说得用多少抑制剂将它麻晕过去 咱们怎么把它从这屋子里弄出去 累了 直接炸了吧 炸了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回收的实验数据 还在其中某一台机箱的硬盘里呢 执行任务的玩家陷入了两难 坐在浏览室里观战的楚光也是一样 想解决掉那里的母巢很简单 批准玩家携带重武器进入B6层 塞一枚155进去 人工引爆就够了 一发不够就两发 密闭环境下引爆重型榴弹 光靠那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也够把房间的有机体给震死几回了 但麻烦的是 存放在那些机箱里的数据 由于传输线路被破坏 无法远程操纵那些数据 尚在到避难所的服务器中 只能通过人工 把服务器里的硬盘摘下来 别说大威力武器用不了 什么倒汽油倒硫酸等等操作 恐怕都不好使 就在这时 英方忽然心中一动 如果以毒攻毒呢 楚光愣了一下 以毒攻毒 英方兴奋地点点头 食指一边比划着 一边描述着自己刚才想出来的天才点子 比如 从外部引进一只母体 利用年军不同种群不相容的特点 让母体去对付母体 楚光愣了一下 眼睛顿时亮了 好家伙 驱狼吞虎 这主意意外的不错啊 然后 就在他刚想说话表示肯定的时候 抱着双臂站在一旁的赫亚 却是叹了一口气 你打算上哪弄母体去 距离我们最近的母体 也在市中心 银方愣了一下 那种能生产肯食者的巢穴 不是母体吗 那玩儿叫孵化室 赫亚吐槽道 他们并不存储 整个种群完整的基因库 顶多能算 生产某几样产品的生产器官 和信号中继器 脱离了母体 或者母巢的包子覆盖 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萎缩 把那东西弄进去 最多给里面的年娟当肥料 说到这儿 对七号绿洲遗址 仍旧念念不忘的赫亚 紧接着在后面又补了一句 不过 这个主意 也不完全是馊主意 听说那个什么失落骨 好像存在相对良性的变种年娟 如果能搞到那里的母铁 搞不好 不但能解决掉B6层的年娟 还能得到一群良性军种 第1131集 这主意确实不错 如果没有那个泰坦就更好了 核弹都炸不死的怪物 她拿头去打呀 装作没有看见那神采奕奕的眼神 楚光轻轻咳嗽了一声 看向站在一旁的音方 赫亚说得对 这个方法还是有待商榷 我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 楚光打断了她的话 继续说道 总之 在决定采取什么手段 解决那儿的年军之前 我们应该先调查一下实验日志 看那儿的研究成果 到底值不值得 我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说着楚光看向坐在办公桌上的小七 下令道 小七 让B6层的队伍带着实验日志撤出来 右拳贴在了胸口 小七俏皮地回了一句 说道 任务完成了一半 楚光给玩家们的奖励 也很真实地只发了一半 将保存实验日志的储存卡 插在全息电脑笔上 淡蓝色的全息影像 很快投射在浏览室的中央 首先播放的是一段全息影像 影像中 站着一个陌生男人 正在与镜头之外的某个人交谈着 他的身上穿着避难所的制服 胸口的标签上印着 G-13这几个字符 应该是他的编号 从拍摄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他还是与他交谈的那个人 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偷拍了 这颗星球已经被污染了 换句话说 已经没救了 这是比中子灭杀 更残忍的灭绝手段 这些被设计出来 用于毁灭我们的年军 比我们更适应我们的家园 他们不会直接将我们杀死 而是会在我们生活的地方疯狂生长 追逐我们的足迹 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们的后代只能放弃城市 迁徙到郊外 或者留下来 变成他们的肥料 我们留给孩子们的那点遗产 终有一日会枯竭 随着生产水平的不断降低 这颗星球再也没有能够容纳 先进生产关系的土壤 我们的文明将反方向的生长 先是衰退到封建社会 再是奴隶社会 最后是部落 直到我们彻底变成野兽 并最终被更野蛮的家伙取代 是的 我们的黑箱仍在工作 但一千年以后呢 一万年以后呢 趋势一旦形成 将很难再逆转 如果现在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未来的情况只会更糟 到了那时 别说是专业的生物学实验室 我们的后人恐怕连显微镜都造不出来 又拿什么来研究那些玩意 这并非是未言耸听 事实上 文明的倒退 在冬天还未结束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瞧瞧我们监视的那个社区吧 现在是叫血手还是什么玩意 我敢打赌 即使熬过了这个冬天 那些人也不会比猴子更聪明 野蛮的种子已经侵入了他们的脑髓 他们会成为混乱的根源 像古老的游牧民一样 用最原始的方法掠夺文明人的财富 至少这片郊区的幸存者 都逃不过他们的魔咒 我不明白教授为何要默许那个警卫 冒着暴露避难所位置的风险 用宝贵的电台帮助那群无可救药的蠢货 无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那个警卫自杀了 他的计划毫无疑问失败了 但我无法将筹码压在一个失败者的身上 可他是管理者 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站在G杠13号研究员对面的那个人 总算发出了声音 整个影像不再是G杠13号研究员艺人的独角戏 也许是瞧见了那人脸上的心动 G杠13号研究员眉飞色舞地继续说 当然 年军的适应性很强 可我们会比他们更强 被吞噬的将不是我们 而是他们 那人迟疑地继续问道 你打算如何办到呢 何成母体 G杠13号研究员用斩钉截铁的声音做出了回答 而他的想法 与英方之前提出的那个不成熟的脑洞 竟是意外地不谋而合 我们可以将成熟的体细胞 培育成胚胎干细胞 也一定可以将成熟的子实体 逆向还原成母巢 我们将重新编译母巢的基因库 让他们在我们的干涉下 变成我们的形状 那双瞳孔闪烁着野心的光芒 G杠13号研究员用一字一顿的声音继续说道 他们将取代地表的年军 而我们将掌控进化 全息影像很长 不过信息量最大的部分 基本都集中在了开头那几分钟的对话 到后面便是G杠13研究员 四处奔走筹划项目 并在B6层原本的研究计划中 插入了包括诱导变异 逆向还原在内的等等一系列子客体 直到最后 进化成母体的实验体突然暴走 B6层整个楼层都在年军的侵蚀下沦陷 虽然G13研究员及时呼叫了增援 但显然为时已晚 一支全副武装的突击小队进入了B6层 但在如潮水般涌来的年军子尸体面前 很快败下阵来 其实从实验日志上的影像来看 G13研究员是有机会逃走的 但为了带走实验数据和研究成果 错过了最后的逃生窗口 被母体残忍地杀死在了实验室的机房 在影像的最后 楚光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虽然G13研究员最终未能带走实验数据 该楼层大多数研究员也都死在了这场骚乱中 但根据实验日志持有者的字数 仍有几名研究员在突击队的掩护下 成功站上了电梯 除此之外 一同被带走的还有一只手提箱 里面装着一组名为 诱导净化原液的试剂 而那组试剂正是B6层沦陷的根源 不过遗憾的是 全息影像中的那个人并未交代手提箱的去向 最后的画面随着楼层内的灯光次第熄灭 空气净化系统陆续关闭 在一片绝望的寂静中落下了帷幕 令楚光惊讶的倒不完全是这段隐秘的历史 而是这惊人的实验竟然只是整座避难所全部秘密的冰山一角 他越来越好奇 初代管理者的管理者日志都写了些什么 全息影像放送到了尾声 站在一旁的前学院勘探员 忽然发出了一声感慨 我突然有种感觉 你的前任挺可怕的 楚光看了音方一眼 音方继续问道 他总是这样监视别人吗 楚光摇了摇头 那我就不清楚了 他都死了那么多年了 你确定 老实说 楚光不确定 以前他只是主观地认为 正常人活不了那么久 所以判断初代管理者应该是死了 但在遇到了那么多老妖怪之后 他忽然发现 两个世纪好像也没那么难熬 不管是冷冻休眠也好 还是更换仿生学一体 或者用其他的方法 只要想活着 总有办法能吊着一口气 实在不行 还能将意识上传到云端 不过 即便固有的认知遭到了颠覆 楚光仍然觉得 那个人大概率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至于理由 他也不像那种很会说谎的人 而且 我也不认为他有说谎的必要 为什么 音方拍了他眉毛 饶有兴趣地瞧着楚光 你不是说你都没见过他吗 楚光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但我很少毫无道理地如此确信一件事 你就当是我的直觉好了 音方没再继续追问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之所以顺嘴一问 也仅仅只是出于挖坟的职业习惯 他对老古董的兴趣 仅次于繁荣纪元时代的咖啡机 不过这么一想 总感觉更可怕了 贺亚叹了一口气 换了个姿势抱着胳膊 银色的刘海下满是深沉的表情 他什么都知道 却默许了这一切发生 这种感觉就好像 连自己人的背叛 都在他的计算之中 无论是那个叫警卫的小人物 还是那个编号G杠13的研究员 音方认同地点了点头 是吧 我刚才就在想这件事情 如果说B六层 是在他的受益下失控的 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楚光靠在了沙发上 闭上眼睛思索了片刻 开口说道 来自三年战争时期的原始母体 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受控演化 他需要的可能是这个 音方继续问 然后呢 打算把他用在哪呢 用他打败清泉师的母巢吗 可恕我直言 就算他能办到 新诞生的母巢 又未必会听我们的 不知道 也许他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所以没有自己用 而是把他留给了我 说完这句话 楚光便陷入了沉 沉思 而就在这时候 抱着双臂的赫亚忽然抬起头 开口道 那个通过人工鞭裤 诱导紫实体 逆转成母体的技术 成功了 楚光愣了一下 点头说道 应该成功了吧 要不B六层那个母巢 是哪儿来的 赫亚的毛子里闪过了一丝 复杂的神色 一半是羡慕 一半是嫉妒 不可思议 他研究了这么久的年军 也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 搞清楚了那些生物的进化原理 以及社会习性 而两个世纪前的某个学者 编号G-13的研究员 仅仅利用有限的实验样本和资源 就在一座封闭的避难所里 做出了如此惊人的研究成果 羡慕与嫉妒之余 他的心中也不禁生出了一丝淡淡的挫败感 难怪他的导师卡莲总和他说 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普通研究员 在学术上的造诣都远远超过了他 果然 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看出了那一丝羡慕背后的沮丧 楚光正想安慰他两句 别和繁荣纪元的老妖怪们比 眼前忽然浮起了三行淡蓝色的弹窗 预处理程序完毕 异常个体已经注射诱导进化设计组 母体化完成 是否接收 选择否 或30日未做出选择 将对合成母体执行抹杀程序 看到最后一行文字的时候 楚光的眼中瞬间闪过了一丝惊讶 母体化 好家伙 感情这避难所系统 是打算用被共生的洛宇当素材 再制作一个母体 他好像搞明白了些什么 英方和赫亚不约而同地 看向了自言自语的楚光 并向他投去了困惑的视线 什么 楚光没有回答 食指轻轻向前一滑 在只有他能看见的操作界面上 选中了确认的按钮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走向了停在浏览室角落的动力装甲 穿戴完毕之后 将靠在一旁的战锤挂在了背后 看向一头雾水的二人 他言简意该地说道 新的母体 跟我去逼 就在楚光按下确认按钮的同一时间 传送带的旁边已经围满了 黑压压的一群玩家 卧槽 落雨 你是落雨兄弟没错吧 大兄弟 几天不见 再穿上裙子了 被一群玩家围在中间 站在传送带旁边的落雨 没有说话 只是安静地注视着他们 那所谓的裙子 自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裙子 而是一起如同裙摆一样 脱在地上的新红色军块 不只是双腿被遮住 肉红色的军块几乎将它全身覆盖 只剩下少数几处与人类相仿的特征 甚至就连它的五官都像融化的雪糕一样 只剩一个抽象的轮廓 不过这副模样倒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丑 飘在后脑勺的一根根小蚯蚓 也不像之前浪潮中出现的母体那般猙獰 至少就人类的审美而言 那圆溜溜的大眼睛和柔和的身体线条 反而有些意外的可爱 除此之外 那张脸上已经没了之前那副呆样 只是神色仍旧有些懵懂和搞不清楚状况的茫然 他的嘴里发出一声困惑的呢喃 而这一举动也引得周围的玩家们一阵狼哭鬼嚎 有的做事欲偶 有的被蒙点戳中 我操 你别他妈卖蒙啊 快醒醒 你是男孩子 糟糕 老子竟然觉得这家伙有点可爱 感觉像海豚一样呢 一名女玩家好奇地上前摸了摸她的脑袋 洛宇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 反而发出了愉快的声音 蹭了蹭她的手 而这也引得一大群母爱泛滥的玩家 忍不住对她一阵上一下棋手 看着被众人包围的落语 蚊子等一众玩家的脸上写满了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尤其是垃圾军 几乎已经动了杀心 哼 大家都是一种 凭什么你压得这么受欢迎 果然还是杀了吧 站在一旁的白银之爹 深表认同地点了点头 赞成 有点影响平衡了 一旁的白银兄弟们也高呼赞同 嘉义 没毛病 大家都是差不多时候进入游戏的 凭什么你压得这么欧 黑幕 绝对是黑幕 同样在第一层大厅里的鸭鸭 倒是没有凑上去 反而被吓得一阵哆嗦 往后退了几步 身形水质 站在旁边的腾腾表情微妙地看了她一眼 让落语听见 会伤心的哦 再怎么说 这和水质的区别还是挺大的吧 这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戒烟挠了挠后脑勺 话说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情况 叶石摇了摇头 哎呦 鬼知道 我只想知道这玩意儿现在到底算玩家还是NPC 要是方长在就好了 这游戏就属那家伙玩得最明白了 几架外杠二无人机悬停在旁边 悬吊的枪口警戒着 站在传送带旁边的落语 随时准备发射 包含有抑制剂的注射针管 所有玩家都没注意到 这片区域 已经被不知不觉地控制了起来 这时候 电梯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骚动 只见身披动力装甲的管理者 带着音方和贺亚 流星大步地朝这边走了过来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被眼前的状况给震惊了 音方咽了口唾沫 之前与七号年军共生的避难所居民 被母体化了 贺亚目光炯炯地盯着传送带的方向 已经看出些端倪的他 抢在楚光的面前给出了回答 音方脸上写着大写的懵逼 所以这家伙现在到底算人类还是算母体 一半一半吧 严谨一概地回了一句 楚光盯着那个洛宇 也有点被避难所的这套操作给整懵逼了 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他的玩家已经无法登陆这具身体 并且避难所已经开始为洛宇培育新的克隆体 所以这应该算是一个全新的个体 想到这儿 他看下了那个被玩家们围在中间的母体 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 洛宇的卡兹兰大眼睛上下动了动 好奇地打亮着眼前的铁疙瘩 发现他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楚光寻思了一会儿 开口道 以后你就叫 你就叫鱼好了 为了便于区分 也为了方便养成 楚光给这个人工合成的年军母体 取了个新名字 或许是因为大脑残存的记忆碎片中 包含有这个阴结 那个小家伙看起来很喜欢这个名字 回应的叫声中带上了一丝愉悦 漂浮在脑后的小蚯蚓像海藻一样波动着 不过 现在谁也不能确定 这份无害到底是演出来的 还是他天性就是如此 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楚光将这个不确定因素 暂时安置在了B6层电梯出口 并且还定期给他送去了食物 这家伙虽然个头不大 但饭量却意外的惊人 甚至能吃下一头体积远大于自己的爬行者 那些有毒的黑色血液 对于没有解锁铁位天赋的一般玩家而言 是致命的毒液 但对于他而言 却是穷将欲酿 看那家伙大快朵一吃的不亦乐乎的样子 靠在电梯门口的楚光 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多吃点赶紧长大吧 我干 给我看饿了都 呦 似乎听懂了他的话 雨停止了进食 伸手抓起一坨黑曲曲的军块递了过来 似乎想把美味佳肴分享给他 看着那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楚光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 我不吃这东西 你自己吃饱了就行 呦 雨点了点头 不再管他 继续欢快地啃起了地上那头 已经被啃了一半的爬行者 这家伙 似乎把他当成了父亲 而这也是最令楚光感到迷惑的地方 没记错的话 他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应该不是自己 而是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小玩家 难道是因为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气息 让他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一发现 让楚光顿感不寒而栗 等着小家伙把猎物吃干抹净之后 连忙去医务室做了个体检 你几天前不是才做过吗 拉上了外套的拉链 穿上衣服的楚光 从赫亚手中接过崭新出炉的检测报告 扫了一眼 突然想起来再做一次不行吗 赫亚坐在了一旁的椅子上 倒也没有不行 顺便一提 这段时间你的基因序列开发进度 一点变化都没有 得多多加油了 楚光笑着说 你不怕我继续进化下去变成怪物了 无所谓 你现在的身体素质 本来也和怪物没什么区别了吧 开发进度超过百分之三十 基本已经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诞生后代了 以后考虑一下试管婴儿如何 说到最后 赫亚的声音带上了一丝调侃的语气 楚光轻轻咳嗽了一声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你关心的是什么 放心 你担心的那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基因序列的开发 仅仅是让DNA中 某些不表达的基因重新表达 并不会让你变成另一种生物 你的染色铁仍然是二十三对 各项指标也在合理的范畴 顿了顿 他用肯定的语气继续说道 毫无疑问 是人类 楚光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心中却是暗暗松了口气 不过他才松懈了不到两秒 赫亚的下一句话 又让他的神经紧绷了起来 不过老实说 在研究你的遗传信息时 我确实发现了一些令人在意的东西 楚光立刻问道 你发现了什么 有几段DNA像是人工设计的 不在现有基因库的收录之中 其实不光是你 整个避难所里的所有科隆体 或者说你称之为玩家的避难所居民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点 我最近正在尝试把这些代码单独拎出来见苦 或许能有新的发现 说着说着 赫亚脸上的神采愈发兴奋 似乎是在为这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感到愉悦 楚光的心情倒说不出来到底是愉悦还是沉重 不过在得知自己毫无疑问还是人的时候 压在他心头的石头总算是放了下来 就这样 时间过去了三天 或许是因为大量进食的缘故 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智力光环 给这个半人半年军的小家伙加了buff 语现在竟然开始一压血语了 只不过从他嘴里蹦出来的第一句话 却是差点没让楚光把昨天吃的饭都给喷出来 第一千一百三十四集 爸爸 看着那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楚光咳嗽了两声 连忙澄清说道 我不是你爸啊 你爸应该是个叫白鸽的家伙 然而心智尚未成熟的语 显然没有理解这句过于复杂的独白 只是懵懂无知的歪了下脑袋 哇 奇了怪了 也好像没教他这个词啊 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儿学的 除了开始学说话之外 他的身上还出现了一系列的其他变化 包括模仿人类的行为 以及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旺盛的好奇心 经过几次投胃之后 楚光发现这家伙似乎是吃定了他 才一会儿不见到他人 就在那一屋一屋的叫唤 派谁去哄都不好使 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 楚光也是感到一阵头大 倒不是他没有耐心 而是他实在是太忙了 联盟的发展和建设都需要他操心 西边的仗还没打完 东边的韭菜还等着他去割 他可是管理者 哪有时间去当奶爸呀 可要是放着不管 任由那家伙在那可怜兮兮的叫唤 楚光又有些于心不忍 更何况 好不容易建立了一点跨越物种的信赖 要是把这家伙给整黑化了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也就在这时候 楚光忽然想到 那个叫洛宇的小玩家似乎复活了 理性地分析一波 宇是以洛宇为蓝本 进行拟态的 替代体细胞的黏菌中 甚至还包含着他的DNA 这血脉相连的亲近感 不比自己来得直接 爷咋把这家伙给忘了 楚光拍了一下后脑勺 立刻向小七吩咐道 小七 让玩家洛宇 前往B6层电梯口 我在那等他 好嘞主人 接到命令的小七 立刻摇人去了 而与此同时 避难所的B三层 历经无数坎坷 总算重新登陆游戏的洛宇 刚刚从培养舱里爬出来 一睁眼 便听见了头顶传来的电子音 请玩家洛宇 苏醒之后 立刻乘电梯前往B6层 与管理者对话 触发任务 我靠 听完广播的内容 洛宇瞬间屏住了呼吸 激动地握紧了双拳 你隐藏任务 Bug不长 光哥竟然没望 爬出培养舱的落雨 立刻冲向门口 结果发现开不了门 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穿衣服 于是又尴尬地回到了培养舱的旁边 翻出件蓝外套穿上 才脚步匆匆地出了门 没有和任何人接触 他静止奔向了电梯 实质选中了触控面板上的6 当电梯门再次开启 看到那台湛蓝色动力装甲的落雨 立刻激动地站直了身子 右拳贴在了胸口 一脸忠诚地开始了他的表演 转过身的楚光 一脸严肃地看向他 设定上 避难所的核心NPC 是了解玩家的复活机制的 因此 楚光也就懒得绕圈子 却编一堆可能被误会的背景设定了 直截了当地和他挑明了 与现在的情况 听到年军以自己的身体为蓝本 制作了母体时 落雨顿时瞪圆了眼睛 忍不住脱口而出 卧槽 战在一旁的小雨歪了一下脑袋 均快形成的裙摆缓缓如动 他腾挪到落雨的身边 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散发着亲近气息的人类 漂浮在后脑勺的一根根处须 也一并凑了上去 而这一动作 也让落雨瞬间绷紧了神经 紧张得差点没退回电梯里 看着下意识 爆了句粗口的落雨 楚光轻轻咳嗽了一声 提醒道 你稍微克制一下 尽量不要教他一些奇怪的词汇 他现在的心智只有人类幼崽两三岁左右的程度 很多东西理解不了 也不方便去理解 顿了顿 他换上了严肃的语气 继续说道 总之 这个以你为蓝本诞生的母体 对我们的研究很关键 你是这座避难所里 和他血脉最接近的居民 我希望你代表我们 和他建立友好以上的关系 具体吗 看着漂浮在自己周围的一根根小蚯蚓 落雨不自觉 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您需要我做什么 看着他和雨相处得如此融洽 楚光的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 看来他的推测是对的 自己总算能甩掉这个脱油瓶了 你的任务很简单 你每天多花点时间陪陪他 教他学学说话就行了 等时机成熟之后 可以将他带到避难所外面 让他学习如何狩猎 可是 我也有其他事情要做呀 落雨一脸哭笑不得的表情 那样子明显充满了不情愿 看穿了他此刻的想法 楚光心中微微一动 轻咳了一声继续说道 根据联盟的研究员分析 雨是当前已知成长性和适应性 最突出的一种 如果培养得当的话 它搞不好会成为相当强大的战力 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的脸上做出了举棋不定的表情 嗯 其实我也有些犹豫 这对你来说会不会太难了 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 落雨瞬间屏住了呼吸 等等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这家伙是当前服务器最强的战宠 如此一来 作为阵营boss的管理者会犹豫 倒也是理所当然 毕竟自己的序列等级并不算高 紧徘徊在T2到T3之间 突然获得了这么强力的战宠 对游戏的平衡性毫无疑问会产生影响 届时肯定又有不少狗东西会在论坛上叫唤着砍一刀 比较到了这一层 原本眼中写满犹豫的落雨 再次看向小雨的眼神瞬间火热了 这哪里是什么触手怪 分明是SSSR级神宠好吗 搞不好自己还能教他开飞机呢 想放心的交给我吧 管理者大人 生怕楚光反悔 落雨连忙做出可靠的表情 神色严肃地答应了下来 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楚光心中偷着乐 脸上却没做任何表示 反而是故作犹豫了一番 才勉强地点头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拜托你了 头位小雨的活暂且交给了落雨 而赫亚那边 楚光则让他试着从技术层面分析 用雨吞噬并取代B6层母巢的可行性 以及评估可能产生的风险 避难所系统并没有对如何使用雨 给出进一步的提示 似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自己 楚光打算让落雨先喂他一段时间 等养出感情了 最好是能正常沟通了 再让他试着去吞噬B6层的母巢 看能不能将那里的年军取而代之 论证G杠13号研究员的部分猜想 如果这一计划最终被证实可行 联盟不但将获得一支强大的战力 搞不好 还有可能完成战后重建委员会 都未能实现的夙愿 反攻清泉市市中心 届时 整个清泉市的资源 都将被联盟收入囊中 甚至不只是清泉市 其他所有被年军占领的城市群 也将不在话下 江宇彻底甩手扔给了落雨 楚光便闪人不知去哪儿鬼混了 再也没在B6层露过脸 而此刻B6层 完全没有带娃经验的落雨 正盯着这个 以自己为蓝本拟太的母体 已经小眼瞪大眼瞪了半天 总之 先惯例给他改个名好了 清了清嗓子 落雨开口道 嗯 喂 你能改个名吗 雨歪着脑袋 一哟 比如 就叫一无如何 一哟 完全沟通不了啊 落雨放弃地叹了口气 打消了给这家伙改名的念头 唉 那个 雨 雨 听到自己的名字 飘在雨后脑勺的处须 开心地跳起了舞 看得出来 她很喜欢这个名字 落雨思索了一会儿 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小雨 以后你的小名叫小雨如何 比起一个字 这个小名念起来更顺口一些 而且识别度也比以前要高多了 小雨 连续发音对她还是有些困难 不过那副样子应该是理解了自己这句话的意思 落雨 落雨脸上露出笑容 伸手揉了揉她圆流滑嫩的脑袋 这小家伙 原来能听懂说话呀 这时候 渐渐的声音忽然从电梯口的方向传来 为啥小名比大名还长 回头一看果然是蚊子 见那嬉皮笑脸的样子 落雨翻了个白眼 要你管 蚊子笑嘻嘻地走上前去 套近乎的伸手勾住了她的肩膀 哎呀 不说这个 走 哥带你看个宝贝 等等 你要给你爹看啥 落雨一听这家伙又要给自己看个宝贝 顿时紧张了起来 根据她以往的经验 凡是蚊子随手弄出来的东西 应该是有点用的 正儿八经弄出来的东西 大概率是没什么用的 这可都是写的教训 我先说好 管理者给我的任务很关键 这几天我得狗一点 你要不换个人测试 一听这话 蚊子顿时不乐意了 严肃的眉毛都竖了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爷弄出来的东西是无虑很高吗 落雨的脸上浮起微妙的表情 这种话你怎么好意思问出口 说完 他带着小雨就往电梯的方向走 打算带这个小家伙去外面透透气 蚊子健壮顿时急了 连忙跟了上去 等等 给个兄弟 不不不 给个机会兄弟 我向你保证 这次绝对不吭 要不你先看看 好用你就带走 不要钱 不好用我自己留着 听到不要钱 落雨的脚步停了下来 眼神中带着一丝怀疑回过头 真的 蚊子连忙点头 真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 虽然不认为蚊子能弄出什么好东西 但落雨还是怀着将信将疑的心情 跟在了他的后面 万一呢 蚊子偶尔也是能做出来两件神装的 只不过发挥的不太稳定罢了 很快 落雨带着小雨跟着蚊子离开避难所 一路来到了基地南边的小屋 只见一台约莫三米高的类人形机甲 注立在小屋的门口 它有着厚重的胸甲和棱角分明的轮廓 两只机械手臂就像布里茨的手 如同大钳子一样 肩部和背部的连接部件 似乎还可以挂在其他武器 只不过大概是没想好挂什么 这会儿还空在那里 它就像一台缩小版的泰坦 和阎鼠老哥在论坛上手绘的那张插画简直一样一样的 落雨愣住了几秒 随后抱了一句粗口 卧槽 站在旁边的小雨歪了下头 也附和了一句 骂 落雨慌忙看向她说道 你别学这个 小雨点了下头 骂 落雨 落雨用巴掌捂住了脸 蚊子坏笑着走到她旁边 用胳膊肘戳了戳她 毁灭者一号 造价大概六万银币左右 成本主要在钢材上 如何 这装备牛叉吧 简直太牛叉了 落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台铁疙瘩 咽了口唾沫 你说这东西是动力装甲 我都信了 对了 它的功能装置是什么 蚊子干脆地说道 没有那东西 没那东西 落雨愣了一下 整个人都傻眼了 啥意思 这么大台铁疙瘩 自重少说也有五六吨 没有电机结构提供外部动力 那不纯纯就一摆设 刚才她还以为是金属氢电池功能 但六万银币的成本 听起来又不像 于是又猜测 大概是汽油机或者固态氢 结果没想到 蚊子竟然告诉她没有 这你嘛 力量系的牲口穿着玩意儿 也跑不起来呀 那当然就是自灭的意思呀 蚊子黑黑笑着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放心 这东西本来就不是给人穿的 落雨立刻警觉地看向她 啥意思 蚊子将目光投向了 站在一旁的小雨 炙热的眼神闪闪发亮 像极了拐骗小朋友的怪叔叔 根据我的观察 不管是清泉式的进化体 还是失落骨的进化体 本质上都是依靠 有机体本身的力量 来提供动力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不干脆 直接抛弃动力部件的设计 让能够为我们所用的年军 来支配整套机器 用最纯粹的力量 来驱动我们的庄稼 落雨目瞪口呆地看着蚊子 好家伙 照这个逻辑 是不是只要车主 个个都是超人 造车的就可以不卖发动机了 直接座椅下面留两个洞 让车主的腿能伸出去跑 既节能又环保 而且还锻炼身体 不过 他这话说得好像也有点道理 泰坦他虽然没在游戏里见着 但那种侵蚀动力装甲的腐朽骑士 他还是见过的 那玩意儿拎着一把炼锯 不但手劈破甲弹 打起架来更是一刀一个小朋友 整个就一人形坦克 甭管T1还是T0玩家 都不是对手 后来还是管理者出手 把他秒了的 第1136集 不只是腐朽骑士 听老白他们说 类似强度的进化体 在市中心还有一堆 那些繁荣纪元的垃圾 到了这些年军的手上 简直被玩出了花来 小雨也是年军 而且还是比进化体 更高一级的母体 没道理不会啊 想到这儿 洛宇的眼神也渐渐火热了起来 看像站在一旁的小家伙 小雨 你试试这个 雨歪了下头 顺着洛宇的目光 看向了那台铁疙瘩 他凑上前去瞧了两眼 后脑勺的触须向前飘去 敲了敲坚硬的胸甲 又敲了敲胳膊 随即转过身 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或许是血脉相连的缘故 洛宇虽然没有听懂他说的话 却意外理解了他的意思 挠了挠头 他表情微妙地看向蚊子 他好像把这玩意当成吃的了 再说不能吃 蚊子顿时没忍住喷了 连忙走上去 仕途和小雨解释清楚 乖 小朋友 这个不是给你吃的 你先钻进去试试 或许是被那猴急的样子给吓到了 也或许是因为 这家伙说话的方式 本来就不像正常人 小雨有些害怕地往后退了一步 接着便迅速溜到了 洛宇的身后 借那可怜兮兮的样子 心底善良的洛宇 也不忍心强迫他了 看着焦躁的蚊子老兄 轻咳了一声 提醒了他一句 你把他吓到了 我就是想教他怎么用 怎么这么费劲呢 见这家伙死活 明白不了自己的意思 蚊子急得把后脑勺都快挠秃了 洛宇耐心地说道 耐心一点 他的心智还是个小孩子 什么都不懂 就算你和他说这东西是装备 他也理解不了是干什么用的 说着的时候 他心中忽然渐渐有了思路 或许 自己应该带他去城区边上走走 让他学习一下如何捕猎 至少知道 自己每天吃的食物 都是从哪来的 这也算是言传身教嘛 比单纯的灌输 肯定要靠谱一些 然而 蚊子老兄似乎是钻进了死胡同 咬了咬牙 不信邪地朝着那台铁疙瘩走了过去 MMP的 也就不信教不了这个家伙了 等着 老子给你示范一下 说着 他拿起撬棍 掰开了 摆开了毁灭者一号后面的连接部件 紧接着双手双脚伸了进去 敲钟般的闷响声 从铁罐头里飘了出来 像这样钻进去 握住里面两个把手 然后用力一拧 就能切换到运动模式 话音还未落下 只听咔嚓一声轻响 伴随着脚链滚动的声音 背后的活动门板重重关上 各个关节部位的闭锁结构 也解除了锁定 而与此同时 也产生了不可控的连锁反应 毁灭者一号的身子 缓缓向前倾斜 然后开始加速摔倒 两条向前伸展的胳膊 如同倒叉的大葱 重重地戳进了泥把地里 上半身向前 折成M形的同时 脑袋也一头扎进了地里 看着突然跪下的蚊子 洛宇顿时傻眼了 旁边的小雨 却发出了感兴趣的声音 洛宇轻轻咳嗽了一声 就算现在能吃了 也不能吃凹 不可以吃人 漂浮着的触须 搭拉了下来 小雨的脸上 血满了可惜 怪了 明明听不懂这家伙说啥 但交流意外没有障碍 不过现在不是说 这个的时候 洛宇走到了 毁灭者一号旁边 朝着那台动弹不得的铁疙瘩 喊了一声问道 喂 还活着吗 隔了好一会儿 夹着回音的声音 才从那台铁疙瘩里飘了出来 看 差点给严正掉线了 我还活着 你帮我一把 洛宇上前 抓住那铁疙瘩的肩膀 使出吃奶的力气 拉了一把 却发现纹丝不动 五六吨的重量 对于敏捷系玩家来说 还是难搞了点 接着 他又试着 动了动后面的活动门 想帮蚊子从里面出来 却发现 那门就像焊在了装甲上一样 不管是用手掰 还是用撬棍都一动不动 似乎是看出了洛宇的用意 铁疙瘩飘出一句虚弱的声音 没用的 战斗状态下 活动门是锁死的 洛宇忍不住吐槽道 那你他妈赶紧解除战斗状态啊 蚊子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憋出来一句 解除战斗状态 得先站起来 洛宇丢掉了手中的撬棍 叹了口气 掏出VM点了两下 总之 我帮你联系老白他们好了 在地图上放置了求助的坐标 洛宇便带着小宇离开了这儿 去了清泉市的五环线 由于大量新人在这附近练急 再加上啃食者可以生产营养膏和活性物质 北郊的子尸体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 想要刷怪只能往城区的深处走 原本想着 小宇好歹也是SSSR级别 全服唯一的神宠 战斗中多少能帮上一点忙 洛宇就没在低难度区域浪费太多时间 直接锁定了一座疑似有爬行者活动的写字楼 带着小宇杀了进去 根据管理者的说法 这小家伙在所有的年军子尸体里面最爱吃的是爬行者 其次是屠夫 后者血后防高有点难搞 但前者还是比较好对付的 数量也不算稀少 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爬行者活动的区域通常距离孵化室较近 这种地方除了爬行者之外 啃食者 训暴者等等一种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甚至还有恐怖的暴君 而洛宇这边 由于天天开飞机 不是训练就是出勤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打过步战了 更别说是城区里的本 和变种年军作战的思路 与和掠夺者一种变种人作战的思路完全不同 光是枪法好还不够 必须得利用地形拉扯和走位 避免被成群结队的子尸体包围 一旦被足够数量的啃食者围住 别说是觉醒者 就算是穿着动力装甲的觉醒者 也得头皮发麻 只带了一些轻武器的洛宇 刚一进入写字楼废墟便陷入了苦战 差点没被藏在墙角的训报者给阴了 闪身避开腐蚀性的粘液 和夹着硫磺味的包子团 洛宇还没来得及站稳 一头爬行者便从正面冲了上来 阵耳欲聋的吼声在楼梯间回答 洛宇连忙抖出步枪的刺刀 抄着那爬行者的脑袋扎了上去 敏捷系的速度给他带来不小的优势 这一刀白刃直接戳进了那爬行者的眼睛 爬行者发出一声吃痛的叫喊 黑色的血液标射喷出 洛宇就地一个翻 避开了抓向地面的爪子 拔出插在腰上的石斧掌手枪 对着那爬行者的后脑勺连开了竖枪 砰 爆炸的火光闪烁 随着硝烟散去 那爬行者终于搭拉下了双肩 向着一侧软倒过去 喘着粗气的洛宇松了口气 将手枪插回腰间 走上前去 捡起了地上被黑色粘液打湿的步枪 早该组两个队友来的 这种刷怪密集的本 单刷还是吃力了点 瞧着躲在楼梯间出口探头探脑的小雨 洛宇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你倒是帮我点忙啊 小雨歪了下头 不知是没听懂 还是装作没听懂 不过当她看见 倒在楼梯间的爬行者时 那双新红色的眼睛 顿时放出了光芒 根本不用洛宇去教 她一个闪身便扑到了 那爬行者的身上 扬起脑袋一口啃了上去 愉快地胡吃海塞了起来 瞧见这家伙贪吃的模样 洛宇倒也生不起气来 笑着摇了摇头 算了 毕竟是刚到手的宠物 指望她立刻拥有拳打管理者 脚踢老白的本事也不太现实 或许自己应该更加宽容一点 给她一点成长和适应的时间 想象着这小家伙成长以后 惊艳所有人的模样 落于等待她进食的同时 观察起了她的吃相 只见那鲜鲜一握的腰肢 上下鼓动 吃掉的食物 似乎都被送到了腰部以下 装进了那裙摆状的军筷中 胃是长在下半身吗 真是奇怪的构造 说起来 她好像稍微长高了一点 不过变化大概在一厘米之内 因此并不明显 就在这时 小雨忽然停止了进食 警觉地抬起头四处张望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听到那市井的声音 落于的脸色微微一变 手中的步枪上膛 而也就在这时 阵阵压抑的低吼 逐渐变得清晰 伴随着奔跑的震颤 如海啸一般 从楼梯间的上下 同时朝这边涌来 啃食者 落于的额前划过一滴冷汗 那数量至少也在一百步 搞不好得有四五百 来不及犹豫 她伸手抓住小雨的胳膊 将她从爬行者的尸体旁边 一把拉了起来 快跑 多亏了小雨的感知 他们没有被包围在楼梯间 而是移动到了最近的楼层 与汹涌而来的啃食者展开了周旋 枪声和爆炸声持续了好一阵子 当落雨带着小雨从写字楼的废墟中逃出来 已经是两小时后 用一枚手雷解决掉了追出来的啃食者 落雨长出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路旁废车的引擎盖上 抬起脏兮兮的袖子 抹了一把额上的汗 真他妈险 差一点就交代了 想她一名王牌飞行员 交代在这种地方 多少还是有些丢人 时间总是悄无声息地溜走 不知不觉已经是黄昏 西斜的西洋将一人一母体的影子拉长 融入了钢筋水泥残骸的影子中 小雨靠近了过来 一根纤细的触须飘到了她的额头旁 轻轻蹭了一下额角的黑色粘液 发出轻声嘻喃 听到那安慰的声音 落雨笑着回了一句 谢谢 小雨发出了愉快的声音作为回应 高兴得像一只小海豚 落雨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得意的笑容中带着一丝腼腆 她忽然感觉 这脱油瓶也挺可爱的 抽象的五官也没那么丑 毕竟是以自己为蓝本 就在她刚这么想的时候 那根刚刚擦去她额前黑色粘液的触须 收回之后伸进了她的嘴里 鼓动的腮帮子似乎在瞬息 冷汗和热汗同时从落雨的脑门上冒了出来 总感觉画风变得奇怪了起来 另一边 前哨基地的南门口 在老白的帮助下 蚊子总算从自己造的铁疙瘩里面爬了出来 由于之前燃烧兵团在外面做任务 她在这撅着屁股趴了一下午 差点没给憋死 瞅着一脸狼狈的蚊子 夜时用戏谑的语气调侃了一句 好家伙 你这又是发明了什么新剧啊 自动装灌机 戒烟发出没心没肺的笑声 感觉要配合鱼竿使用 蚊子翻了个白眼 懒得和这帮不懂艺术和欣赏的家伙计较 滚蛋 这是老子的毁灭者一号 看来传动部件还是得改良一下 或者至少得安装个辅助电机 站在一旁的狂风摸了摸鼻梁 想到你摔倒是重心的问题吧 重心不在中轴线上 甭管你怎么设计都会向前倒 蚊子挠了挠后脑勺 黑黑一笑 好像是啊 我给掌望了 狂风一阵无语 为了把话题从自己身上转移开 蚊子咳嗽了一声问道 话说你们咱们去前线呢 叶石笑着说 咱是快返部队 又不是填线师 都去前线了 谁来搞本土方位 狂风点了点头 说起来 最近我们还抓了两个奸细 是从布格拉自由帮那边混过来的 有人收买他们 假扮流民混进黎明城的工业区 想炸掉我们的坦克生产线 蚊子惊讶道 我靠 那些人还不老实 老白笑着说 可能是几眼了吧 毕竟边缘老兄 整黄了他们几个亿的买卖 几页驻扎在天水南岸 明的他们来不了 只能来按的了 说起来你呢 咋在后面待了这么久 就是 一个星期了 都够你送两回人头了都 你就整了个这个玩意儿出来 叶石笑着调侃了一句 将话题又给扯回到了 那个中看不中用的铁疙瘩上 知道今天是卖不过这个坎了 蚊子叹了口气 唉 说多了都是累 我本以为可以帮 洛宇兄弟的战宠 弄套神装 结果没想到 那母体是个智障 完全理解不了我的意思 狂蜂表情微妙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你误解了母体的用法 哪怕从字面意思理解 那玩意儿也不是用来打仗的吧 根据他们目前为止发现的线索 狩猎基本上都是 子实体和进化体的活 此两者相当于 年军社会中的劳工和专家 也可能是因为 他的力量还太弱了 没那个能力 吃下这么大的铁疙瘩 老白伸手 在那毁灭者一号的外壳上 敲了敲 脸上浮起 饶有兴趣的神色 哎呀 这玩意儿要是设计得 再轻点就好了 如果只有一两吨的重量 力量系倒是可以试着穿一穿 蚊子眼前一亮 我做梦做梦 第1138集 太阳很快下山 在浏览室处理了一整天公屋的楚光 从小七那儿简单地了解了母体的情况 为了防止雨暴走 从洛宇带着她离开避难所之后 她就安排了一只疯鸟无人机 跟在了一人一母体头顶 目前看来 雨表现的状况都还算是稳定 没有发现对人类有明显的敌意 而从其他年轻的态度来看 他们并没有把她当作同类 而是当成了和其他有机体一样 需要净化的对象 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 但却可以成为拉拢的对象 楚光伸出食指 关掉了悬浮在面前的全息视窗 向后靠在了沙发上 雨那边你继续观察 没有异常的情况或者变化 就不必事无巨细地向我汇报了 好呢主人 楚光继续问道 前线那边呢 有消息吗 根据玩家在游戏中的汇报 与论坛上的交流 目前九号的绿洲全境 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西北部的防线偶有摩擦 但基本没有大规模的交火 根据您的陆军指挥部分析 军团似乎是在等待我们深入沙漠 进入他们的主场 听完了小气的报告 楚光的嘴角翘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那就让他们等下去好了 骷髅兵团已经在九号绿洲西部完成集结 风暴兵团对雄狮王国军队的训练 已经持续了一周 企业增援的五架云停铺一击 已经转移到天水支流南侧的航天基地 只等联盟的飞行员完成训练 即可前往前线作战 而就在昨天 楚光已经和云松联系上 二十多台动力装甲 与上百台外骨骼士兵 组成的轻步兵突击队 很快将与康茂集团派遣的 数百名仿生人突击队 重新混编成一支独立的千人队 并在正面战场打响的同时 向猎鹰亡国的本土 二号绿洲发动进攻 坐落在大荒漠边界的二号绿洲 是进入大荒漠的门户 根据罗华提供的线索 开拓者号就是在借到二号绿洲 进入大荒漠之后不久 被军团拿下的 距离二号绿洲西部边界 应该不会太远 为了防止军团苟急跳墙 彻底拆除或者炸毁开拓者号 他们需要同时向两个方向发起进攻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如果一切顺利 年底之前 格里芬就能和他的老朋友 迈克伦团聚了 就在楚光陷入遐想的时候 小七的声音飘入了他的耳边 主人 秘幻王国的王子萨莫 想要见您一面 让他直接来这儿吧 都已经这个点了 已经在北街吃过饭的楚光 懒得再特意出去一趟了 坐在办公桌上的小七 干劲十足地点了下头 好嘞 同一时间 荒漠深处的湿落骨 站在山谷顶上的小红 一动不动地望着东边的方向 过了很久 她发出了一声很轻的泥喃 站在她身后的白鸽听见之后 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你是说 波萨的生命这种消失了 小红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说 但又像是什么都说了 不过白鸽显然是听懂了 传递信息的媒介有很多种 不是每一种信息 都需要通过物质世界的媒介 虽然她的小红 无法与远在上千公里之外的孩子对话 但那种冥冥之中的连结 却能让她感知到她的存在 现在这种连结中断了 但小红又否定了那是死亡 如此说来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那个小伙子身上的共生体 被改变成了其他东西 会是什么呢 食指摩擦着下巴 那张腐烂的脸上 看不出太多表情变化 不过那双新红色的瞳孔 却闪烁着感兴趣的光芒 原来如此 有意思 这些晚辈们有点东西呀 她钻研了几十年才破解的奥秘 竟然被这些人只用短短几天的时间就破解了 这个文明衰退的世界 竟然有人对年军的了解还在她之上 这太不可思议了 自从雄狮王国收复全境 已经过去一周多的时间 萨姆原本已经看见了复国的希望 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明明大好的优势 联盟的军队却在九号绿洲西北边境停下了脚步 非但没有继续向前推进的意思 甚至还就地挖起了战壕 修起了攻势 不只是如此 更令萨姆感到不安的是 她从雄狮王国那边的熟人那打听到 雄狮王国的国王 正在考虑通过联姻的方式 巩固和联盟的盟约 甚至不只是那个爱德华国王 温特亲王同样盯上了还未婚娶的管理者 只可惜她没有适龄的女儿 最近正在考虑从部下那收养一个异女 更没节操的是某个公爵 竟然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管理者的行宫当仆人 从小娇生惯养的贵族小姐 能干得了什么粗活累活呀 那不是闹着玩吗 她用角都能想象得出来 那家伙打的是什么算盘 太不要脸了 和蜜欢王国不同 雄狮王国并没有规定只能娶几个老婆 而且由于子嗣太多的缘故 那些自称恪守传统的贵族们 事实上根本不在意血脉是否会外流 一想到那些寡怜贤耻的家伙 真能干出卖女儿这种不要脸的事情 她顿时坐不住了 于是立刻申请 觐见了联盟的管理者 浏览师看着坐在沙发上的楚光 萨莫深吸了一口气 打算开门见山 于是用认真的语气说道 孙静的管理者大人 请问您是如何看待 笔人的妹妹阿芙妮小姐的 楚光微微愣了一下 有些意外地看了这小伙子一眼 刚才他还在想着 这家伙是不是嫌联盟的战线 推进速度太慢 跑来催他快一点 怎么突然提到阿芙妮那边去了 楚光略加思索了一会儿说 阿芙妮是个勤学好问的姑娘 和她一起共事的人 对她的评价都很不错 你不用太担心她 虽然这段时间没怎么接触 但考虑到外交方面的问题 楚光还是有询问 勤商工会的负责人 打听关于阿芙妮的情况的 根据一个叫双雪的姑娘的描述 那位来自秘欢王国的小公主 带人谦和温柔善良 大方得体 丝毫没有贵族大小姐的架子和脾气 对于图书馆的藏书也相当的爱惜 虽然这套说辞 可能是带了一点个人因素的滤镜 但能让人产生这些美好的滤镜 总归还是得有些讨人喜欢的闪光点 人不会无缘无故的 对另一个人产生好感 然而这位叫萨默的王子 对他的评价似乎并没有心满意足 仍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道 比起别人 我更在乎您的评价 曾经的管理者大人 或者请允许我换一个更直白的说法 萨默微微汗手 用很轻的声音继续说 站在异性的角度 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他的 楚光表情古怪地看着这家伙 没什么特别的看法 怎么了 见这位管理者完全没有领会到自己的暗示 萨默顿时感到一阵头疼 可能是贵族们的委婉在他这不太好使 或许自己应该再直接一点 萨默咬了咬牙 放下心中的矜持 深吸了一口气说 我问过我的妹妹 她对您的评价很高 她和我说 您的智慧如天上的繁星 仅仅站在您的旁边 便能够感觉到心神宁静 如果可以的话 她愿与您彻夜畅谈 楚光干咳了一声 打断了这家伙肉麻的发言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 不用这么拐弯抹角地夸我 再让这家伙说下去 她担心自己脚趾会把鞋底抠穿 萨默听到这句话 差点没被自己的唾沫呛到 她都已经说得这么直接了 甚至还急性发挥编了一段情诗 还要她们怎么直接呀 彻底放下了最后一丝委婉 她心态略为崩溃地开口道 我是来跟我妹妹说梅的 您愿意娶我的妹妹为妻吗 嗨 就这事啊 这家伙大晚上跑过来找我 就为了这点事啊 楚光心中也是一阵无语 向后靠在沙发上 在联盟 个人感情是私事 我们不会把私事和公事混为一谈 更不搞政治联姻那一套 没想到楚光拒绝得这么干脆 萨默表情有些怅然 但还是想争取一下 却听楚光继续说道 之前我应该说过类似的话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还是请回吧 离开了避难所 站在广场上的萨默一阵茫然无措 却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几番犹豫之后去了妹妹那里 听完了哥哥的叙述 阿福尼轻轻叹了口气 合上了从图书馆那借来的书本 和抄录在一旁的笔记 萨默又余光瞅了一眼 那书本封面上的文字 古典经济学研究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演变 他依稀记得 阿福尼之前看的那本 好像也是这个名字 这都多久了 竟然还没看完 你不该去找他 为什么 对于阿福尼的说法 萨默感到了一阵不以为然 虽然确实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但他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 雄狮王国那边有想法的人 都已经排成了长队 自己这边再不主动一点 那不是将大好的优势拱手送人吗 看着还没有福气的二哥 阿福尼继续说道 他把联盟看得可能比自己还重要 怎么可能在这时候 答应这种可能附带条件的要求呢 萨默不假思索地说 这有什么冲突吗 既然把联盟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那就更应该考虑子嗣的问题 阿福尼摇了摇头 会说出这样的话 说明你不了解联盟 不了解还行 你很了解吗 萨默很想这么问 不过想了想 最后还是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因为他忽然想到 前段时间自己一直在落叶城和特雷沙王妃一起打理流民营地的相关事物 而阿福尼则是前往了联盟的首都曙光城帮忙整理图书 远离权力中心的自己 搞不好还真没自己妹妹对联盟更了解 阿福尼顿了顿 用温和的语气继续说 联盟不是一个人的联盟 而是所有受苦难的幸存者组成的联盟 他总是和人们说起这句话 而每次提到这句话的时候 那个叫双雪的小姑娘眼中 总是会放出光芒 双雪 嗯 我的朋友 当然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是一样 他们团结在404号避难所的旗帜下 效忠于管理者 却不仅仅只是效忠于管理者 联盟属于他们 而并非他们属于联盟 起初我并不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王国 但后来我逐渐理解了 理解 什么 看着仍未明白过来的哥哥 阿福尼用认真的语气说道 联盟不是王国 联盟就是联盟 那声音似乎还带着一丝美好的憧憬 或者说像吗 萨莫的表情微微错愕 看着这个似乎越来越陌生的妹妹 她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过了好一会儿 萨莫的侯杰轻轻动了动 开口说道 嗯 你要不考虑换一份工作 阿福尼愣了一下 为什么 萨莫挑选了一个委婉的措辞 这些书对你影响太大 你应该看一些更符合你年龄的 画本吗 阿福尼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眼睛 你说过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为什么还要我看那些幼稚的东西呢 更何况 你知道那是假的 但至少 它不会让你产生一些奇怪的念头 阿福尼认真地说道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奇怪的 问题不会因为我们的视而不见而消失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总有一天 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些问题 萨莫咳嗽了一声 打断了她不安事事的争辩 我们还是谈谈你的终身大事吧 她当然知道那些事情 不过站在王室的立场 那不是她应该考虑的东西 她需要维护秘欢王室 在三号绿洲的统治 然后才是考虑让生活在那的子民 过得更好一些 这才是她的义务和责任 阿福尼点了点头 打住了话头 等待着兄长的发落 任何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不过她很清楚 这并不包括出生在王室的自己 王室的光环给予了她很多 而她理应回应人们对她的期待 如果因为一句自由就忘记了这些 未免太过自私了点 我们需要联盟的友谊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萨默停顿了一会儿 但联盟的管理者 对我提出的联姻仪式并无兴趣 我希望你能更主动一点 当然 如何把握这个程度 决定权在于你 听到哥哥的话 阿福尼心中嗖了口气 虽然已经做好了 为家族牺牲个人幸福的准备 但从情感上来讲 她当然还是更愿意和心上人极为连理 没有强行将自己许配给其他人 真是太好了 我明白了 不过我还是想说 在这件事情上 您太着急了 我们与军团的战争还未结束 那位大人 想必不会愿意将太多精力放在战场之外 您这时候和他去说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萨莫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 渐渐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承认 自己可能确实有些心急 联盟之所以按兵不动 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做好 继续推进战线的准备 并不是打算放弃自己 重新冷静下来 他看一下妹妹问道 有不救的办法吗 阿福尼轻轻点了下头 当然 如果您希望得到他的认可 最好的方法是做出能让他看得见的成绩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待在曙光城 让他觉得你很闲 萨莫虚心请教道 那你觉得我应该去哪儿 阿福尼继续说 回落叶城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联盟打算将公路和铁路 救到雄狮王国的雄狮城 作为连接落下行省 和河谷行省的交通枢纽 落叶城的发展将会很关键 每次管理者来行商工会视察工作 提到最多的就是那个地方 他希望行商工会 能研究出台更多有力的政策 帮助落叶城的发展 商业只是一方面 留命的安置 同样是个大问题 您看特雷莎王妃就很聪明 她一直很努力地在证明 自己能做好这件事 看着陷入沉思的哥哥 她继续说道 联盟没有宫廷这样的地方 或许 你应该尝试改变一下思路 至于我的事情 您不用太着急 我们的主场 在战争结束之后 而不是现在 请给我一点时间 第1140集 废土翁赖官网论坛 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欢乐且热闹 捡到SSSR级神宠的洛宇 在论坛上兴奋地分享起了带娃心得 一大群单身狗纯凭想象地在帮他出谋划策 蚊子为毁灭者二号要不要安装电机和电池的事情和几个力量系玩家吵了起来 大逃杀在理想城的爆火 这回连方长都羡慕得眼红了 追着严蜀问缺不缺资金 要不要风投 杨教授和爷奥兄弟输了钱 心情不太好 尤其是后者 赔了一杯奶茶的巨款 在论坛上连发了十几条帖子嚷嚷着退钱 结果因为刷屏 喜提禁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竟然有不少人为他求情 有相当数量的吃瓜群众表示 论坛不能没有版宠 就像西瓜不能没有瓜皮 没了爷奥兄弟的骚话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当然 除了那些灌水的帖子之外 最让玩家们感兴趣的 还是和新版本有关的内容 自从贝塔0.4版本更新远洋贸易系统 已经过去了一周 终于有玩家探索到了陆地尽头的海洋 尾巴激动地说 哇大海 尾巴看到了 鸦鸦疑惑地问 海 你在哪看到的呀 银月弯 戒烟也激动地问 我去 你咋都跑那儿去了 狂风感叹道 牛逼 边缘滑水也说道 我翻了半天 都没在官网设定集里 找到这个聚居地的词条 尾巴继续说 在四号绿洲的最南面 驼风王国最大的商业都市 那儿有好多好多漂亮的房子 还有游艇和帆船 话说 这游戏的地图真的超级大 思思马上回复 哇 超大 肉山大嬷嬷也跟着说 嘉一 港口还能租船出海 听那儿的水手说 一直往南航行 能看到一片群岛 戒烟也激动地说 666啊 如果不算飞去东海岸的方长 这大概是废图Online的玩家们 第一次在游戏中探索到大海 听到还有这么多未探索的区域 不管是云玩家还是玩家都兴奋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某个下水道战神跳了出来 捡垃圾99集发了个坏笑的表情 兄弟们 有没有想看海的速度 撕我呀 咱们组队南下 嘿嘿嘿 抢人锁南也冒了出来 我我我 我想静静也跟着说 老司机带带我 九号绿洲 西北部的前线 坐在前线指挥所内的泉水指挥官 看着侦察机航拍的照片 微微皱起了眉头 不对劲啊 听到他的嘀咕声 坐指挥桌对面喝着茶的岩鼠 瞅了他一眼 什么不对劲啊 你看这照片 泉水将手中的几张照片 放在桌上 给他划了过去 这是地精兵团的飞机 在三号绿洲东南部上空拍摄到的 为了这几张照片 他们付出了两名飞行员的代价 不过为了宝贵的情报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严蜀盯着这几张照片看了两眼 眼中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只见那层栓叠起的沙丘上 坐落着一条条连绵上百公里的战壕 站好的后面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军团的营地 那布局看似松散随意 实则内藏玄机 无论进攻哪一处阵地 都会遭到至少两个方向 甚至是三个方向的攻击 这营地的规模不小 怕是驻扎了不少人 泉水指挥官摇了摇头 何止是不少 我看至少也得十个师 十个师 严蜀的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 一个师相当于一支万人队 也就是说他们在边境上部署了将近十万人 军团哪儿来的这么多人呢 而且他们的后勤跟得上吗 这还只是我们看见的 他们的后勤车队没有出现在航拍画面中 应该是在更深入一点的地方 泉水指挥官停顿了片刻 继续说道 接下来我们将面对的恐怕是军团的主力了 严蜀微微皱眉道 你是说克隆团 泉水指挥官面沉似水地点了点头 那种心智不全的克隆人 耽搁的战斗力或许并不算强 但在军团基层军官的指挥下 他们会像亡灵一样汉不畏死地作战 直到最后一名士兵倒下 士气永远不会动摇 无论是机枪扫射还是火炮轰炸 都不会让他们投降 这是最难搞的地方 当那些克隆人士兵的数量形成规模 爆发出的战斗力远不是那些护从军能比的 泉水记得自己还在论坛上OB的那会儿 开拓者号刚刚开到清泉市北郊 404号避难所便遭遇了一回军团的克隆千人队 当时那支千人队是由瓦努斯率领 编制大概有2000人左右 在榆木区建立了阵地 并炮击了清泉市北郊开拓者号落脚的营地 为了解决掉那些克隆人 开拓者号几乎使出浑身解数 甚至还用上了一枚战术核弹 才在玩家们的配合下解决掉了那支部队 十支万人队 而且还配备了充足的武器弹药 以及支援火力 泉水心中有种预感 他们的对手怕是要动真格的了 另一边 正在视察黎明城新工业区的楚光 忽然接到了一份从布格拉自由帮发来的电报 准确地来说 这封电报并不是布格拉自由帮发给联盟的 而是格里芬将军托那边的线人发来的 电报的篇幅很短 抛开起头的称谓和落款的署名 总共只有两行 限迷于30日内 归还钢铁之信号 以及所有俘虏 并将所有部队撤出落霞行程 这是最后的通牒 扫了一眼电报的内容 楚光呵呵一笑 根本没把那句警告当回事 随手将他递给了跟在旁边的吕北 30日 最后通牒 联盟又不是被吓大的 从这场战争开始 他就没指望过双方会点到为止 格里芬一定会绞尽脑汁地说服军团的高层 从大荒漠以息送来更多的支援 不把这群豺狼们打疼了 打得他们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场战争不可能结束 光把护从军奏趴下是不够的 联盟迟早得和军团的主力部队 真刀真枪地干上一仗 这个机会很快就要来了 跟在楚光身后半步 第一兵团的兵团长班首 沉生说道 根据前线情报 军团在边境部署了超过十万兵力 包括由军团直接指挥的克隆团 我觉得这不单只是向我们展示武力 他们恐怕打算 在秋术结束之前与我们展开决战 楚光根本没中格里芬的圈套 淡定地说 决战 最后的虚张声势罢了 如果他们真有把握 能在战场上得到这些东西 根本没必要发来什么最后通牒 直接在战场上拿就完事了 哪有连核弹都用了 却反过来说 给你们个机会投降的 很明显 军团和猎鹰王国的联军 虽然敢在联盟切断他们的后路之前 完成了战略大撤退 但他们此刻的情况并不乐观 猎鹰王国的大量人力都被送到了前线 正常的社会生产已经难以维系 再加上失去了来自布格拉自由帮的补给线 他们只能从老家请求增援 克隆人部队的维护成本再低 那一张张嘴也是要吃饭的 步枪也是得上膛装弹的 如果雷霆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成功占领九号绿洲的军团立刻挥师北上拿下金锡 打通北部的贸易路线 靠着布格拉自由帮的市场 用奴隶或者其他资源换装备 倒是有希望解决补给的缺口 然而现在不但雷霆计划失败了 甚至连补救的方案都泡了汤 想以区区一个封建王国的国力 供应如此庞大的补给缺口 几乎和做梦没什么区别 格里芬当然不可能不知道 但即便知道他也没办法 说一千到一万 他们距离本土也太远了 而此刻他们正在为之前激进的入侵策略付出代价 边境上的陈兵十万和那封电报 与其说是最后通牒 倒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时间而做出的虚张声势 迫使联盟放弃下一个阶段的进攻计划 转攻为首 您打算怎么做 班首恭敬问道 走到一间厂房的门口停下脚步 看着停在里面的一辆辆坦克 楚光的嘴角 笑起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我们的敌人 让我们三十天内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寻思三十天太长 用不着那么久 看在咱们关系这么好的份上 我看两周的时间就够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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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